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幼化教育的油画集训课课堂 我们这个课堂呢,其实它也是一个系统课 我把我整个油画专业里面的一小部分的基础知识 拿过来给大家免费上课 给你们开一个短期的集训课程 让你们会有一些专业的知识 能够以专业的视角去入门油画 因为油画它是一个西方博来品 它是一个西方画种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很难接触到专业的油画 比如说画材准备啦,材料工具啦,还有技法技巧啦 还有它的一些小小的专业知识 有很多同学它是不懂的 那我就把基础部分免费教给大家 我们进行一个集训校学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今天呢是开学等于你 要欢迎大家会讲一下我们本期的课程安排 还有认识一下老师 以及我们整个课程主要讲什么东西 我们相互熟识一下 比如在哪上课啦 所以怎么看呢,是吧 总不了我们这个课上了一个月了 老师是谁都不知道 我本人叫波范 我是在湖南的长沙 我们幼画呢是做了线上教育 已经做了八年了 做了八年了 像我网上的账号 这是我的自媒体号 我个人的账号像波波范呀 包括幼画 以及我们还有一些的老师账号 都会做一些原创的 比较专业的教程呢 或者文章呢 都会发到网上 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公众号叫幼画教育 里面有很多的图文教程 有很多的免费的资料 你们都可以拿一下 因为我们幼画最早成立于16年嘛 当时是做网上的免费基础教育普及 也没想说要挣很多钱 也没想说要做一个多大的事业 或者企业知道吧 只是觉得自己画画嘛 踩过很多坑嘛 走过很多弯路嘛 就把这些知识总结起来 去交给我们的同学们 交给一些美术爱好者呀 让你们都可以了解一下专业的知识呀 给同行做做共性啊 什么是同行做共性啊 你们如果说在网上 可以看到我的很多视频 都会被一些机构呀 或者老师呀去搬运过去 因为我们只做原创视频 我们所有的内容都是自己 每天辛辛苦苦更新 每天辛辛苦苦录制视频 然后写教程的 但是有很多这种自媒体的博主 他们就比较喜欢搬运嘛 就直接复制过去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 我们很多很多用画的资料 但是可能不知道是优化的 以后你们慢慢了解我们了 你们就知道了 那我们先简单的熟悉一下彼此 你是在河北是吧 好的呢 我就是叫播放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然后我们今天重点要干什么呢 重点会分为四个部分 一个是讲师介绍 一个是课程安排 还有工具材料 以及调色跟运笔 我们会从这几个部分去开始教学 来看就是简单看一下我哈 然后我就要来介绍我自己 以及介绍我们优化 介绍我们的课程了 OK吗 OK的话 就要一个1哈 在杭州 好的米粉 你在杭州好 在杭州的西服盘吗 杭州我也去过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不要能挣钱 我学我学画画专业的 画画专业是这样子的 只要你的画得好 这个挣钱哪 非常好挣 就钱是源源不断的来的 但是你画得不好 这个挣钱是很难的 我大学的时候就挣了很多钱 因为我当时出去画墙汇 我就可以画到1000块钱一天 然后我一张画 至少是可以卖到两三千 我一般参加一个展 我就能够拿个万百块钱奖金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呢 就挣了好多钱 全国各地都玩 当时去杭州的时候 也是去看一个展 然后也是因为挣了钱 就去杭州里边游 我整个大学没有谈恋爱 就把就好好挣钱好好玩 因为我的专业挣了很多钱 把全国各地都玩了个变 所以有奠定了我的整个阅历啊 学识啊也会比较开闷一点 因为我们说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嘛 对吧 我就行了万里路 你也是湖南的 欢迎欢迎也好 有时间欢迎你来幼化玩 我们幼化是在湖南长沙望城区 金桥国际未来城 七栋十楼 欢迎大家过来玩 因为这个办公室是我们自己买的 然后装修的也还蛮好的 整个办公环境啊就非常有艺术感 欢迎大家来玩 欢迎大家来打卡 好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幼化的创始人 我们幼化是有两个创始人 一个是夏阳老师 一个是我 我叫波范 这么清楚 对 因为就是一个很大大方方的事情 很大大方方的单位 是吧 没有什么好 骗你们的 欢迎你们来打卡 经常会有粉丝来我们这里玩的 到时候我就送你们一份周边 我们有很多漂亮的周边 我的话是大学毕业 就进入了线上教育行业 因为我的话 那个时候15年嘛 线上这个行业刚刚兴起 所以我是改善了一个风口 什么叫风口 就是改善风口 注重地上天 所以在下不踩 改善了一个风口 就上了天了 并没有多厉害 只是运气比较好 我们可以说是有画廊 因为我们办公室挂了很多很多画 到处都是挂着画 是一个小画廊 一个艺术空间一样的 到时候旅游的话 欢迎你们过来玩 到时候请你们吃臭豆腐 那我是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 就是这些学历奖项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们文字的画面 你们看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 我觉得 尤其是画画 这个老师教不教得好 有没有本事 有没有能力 咱一听就知道的 对不对 不需要用学历去包装 不需要用一些名头 去来包装它 所以你们听我讲话 要听我上课 你就知道我的水平的 不需要看很多这种资料 什么的 对不对 你们说是不是的 老师你上课 你选课 我觉得就是试课 你就知道了 跟老师聊一聊 沟通一下 听一听就知道这个老师的水平了 对不对 尤其是画画 画画这个事情就是你一看老师的画 你就知道这个人能力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画 千言万语都不如一看 画画这个事情它很简单 为什么呢 你只要画得好 这个技术它挡不住 藏不住 只要你画得不好 这课上不了 因为上课会翻车 你就是把这个老师啊 催上了天了 对吧 名头包装的不得了的 你画画的时候翻车了 那就是完蛋的 所以油画这个课程呢 其实在网上你们看到就比较少 就很少会有老师会直播去画一些人物啊 动物啊 或者花卫什么的 因为特别容易翻车 翻车的话 他一看就知道 比如你画个明星 你画出来他就不像 你画个人一画出来就不像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 有发现的话敲个眼 很小时这种直播 他会把那个 就是画油画的哈 他会把这个素材图放在那里 然后给你画 很少哈 就是因为容易翻车 但是有的时候画素描呀 或者画彩迁 他提前把那个线稿勾好 他就不容易翻车 但是油画你不起行 你这件话是很容易翻车的 这些作品是我的一些彩迁作品哈 因为我学画画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画画 然后到大学 我每就是 我从来没有自学过 一直都是跟着老师学的 所以我是踏踏实实跟着老师学了 将近二十年哈 将近二十年的画 然后大学毕业这么多年 你一直是在画画的 所以我会有很多画种 昆明我去过的 好白云谢谢你 云南我去了三四次了已经是 下一次我就带着我的学生们去云南写生了 已经答应他们了的 这是一些彩迁作品 我擅长彩迁 然后擅长人物 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哈 欣赏一下 这都是一些彩迁抄写式作品 这都是 这个是彩迁创作哈 就是一个小的创作 然后这种是属于水彩作品 这种作品一般都是拿来讲的哈 就参加了一些画展的 这是画的那个樊高 画的这个 一个卷幅 他饰演的一个樊高 像这种的话是水彩古风作品 水彩古风创作 我不仅擅长不同的题材 我还擅长不同的风格 就是现代一点的呀 古风的呀 插画的我都擅长 实在是 不是因为我多厉害 也不是因为我是天才 实在是因为画画的时间太长了 这样就会了 所以没什么好炫耀的哈 只是给你们看一看 让你们欣赏一下 让你们了解一下我 像这个是我的微信头像 就是画的一个小插画创作 画的是一个海底的水母 然后这个是属于油画作品的 这是油画超显示作品 这是油画直接画法 这也是属于油画超显示作品 然后这种就是一些直接画法的一些风景 还有这个也是属于油画超显示记法的动物 因为油画码它的题材是很丰富的 有动物啊 花卉啊 建物啊 人物啊 这些都有的哈 我们都是可以学习一下的 像这些作品就是当年去湘西 去湘西写生的时候画的 像这个地方呀 在湖南它09年才通电 所以你们会看到它的整个房间呀 整个这种墙面都是土墙 都是泥巴墙 这是一个留守老人 这些作品都是拿过奖的哈 就是一些作品 这也是一些创作 是一些合画创作啦 然后这个画呢 是我 就是这张作品被留校了 就是四川美国学院油画戏 已经被院校收藏了 这个画就是可以好好的炫耀一下哈 因为我自从选择做奖师之后哈 就是淡季不是很丰富 就没有拿什么奖的 因为每天做教学 为了学生都是操心劳力的 根本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参加一些奖项了 然后为数不多的在读书的时候 然后在这儿八九画画的时候呢 拿过一些奖项 所以这个我就好方的炫耀一下 看到没有 这本书哈 这本书 这本书是什么呢 是中国重点美术学院油画教学展 然后这张画呢 就被收录到 看到没有 就被收录到我们四川美院的 就是被院校收藏了 给了钱的哈 给了钱给我的 没有白收藏 所以这张画又赚了一笔钱哈 这张画 当年年轻的时候 战绩还是不错的 只是现在没有精力去做这些展现呀 什么的 就没有很多战绩了 就是这张画哈 也不会的话 你们也可以来看 去四川美院看这原作 应该是在美术馆里面收藏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一些素描作品 我画素描的话呢 就不像那种考前素描 会比较带个人特色 或者带着一些浪漫的风格哈 就是素描 有些同学他可能不喜欢素描 因为觉得素描就是黑白的很 很难探 不好玩 但是你看我的素描的话 应该还会觉得比较漂亮 比较喜欢吧 喜欢吗 觉得喜欢的话 敲一个一哈 素描的话 因为你们现在可能接触到的素描 都是那种考前素描 都会画的特别的黑乎乎的 然后那个苹果就画的 跟个鸡肉苹果一样 画的特别 特别的扎实的那种 那那种的话 我不是很喜欢哈 因为这种素描方式的话 它就偏学院派一点 它是全音素 调子素描 它会有一些主观的审美 会有一些处理的技法 所以这种素描看上去 就会有美感一些 你们有觉得吗 也觉得的话敲一个一哈 好了 这些作品就是 我所有 我不是所有的 一部分 这只能是我十分争议不到的作品 这个书上面收入多少钱呢 当年是给了几千块钱 具体我不记得了 反正是发了一笔小财 因为大学 大学生一个一个学生 我记得一个学生生活费一个月都没有一两千的对吧 反正是感觉挺挺挣钱的 毫不犹豫的给了给了那个学校 还有一个一个收藏证书 这就是我的经历 我的简历 就是给各位同学们看看我的简历 有一种面试的感觉 有吗 各位老板们看得上我吗 看得上我的话敲一个六 看完了我的简历 看完了我的简历 要不要把我招聘过去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助教老师 助教老师是小张老师 小张老师呢 他本身也是油画专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小张老师的作品 小张老师呢 本期他会跟着我们全程跟进我们的课程 以及会给大家进行作业指导 会给大家进行专业的作业指导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小张老师 小张老师呢 也是擅长采迁啊 油画了素描这些都擅长了 风景啊什么也都是可以画的 所以我们就简单的来欣赏一下 小张老师的一些作品 这种都是属于油画作品 他画的很精细很精美 对不对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边我就简单的过一下 快速的过一下了 小张老师主要是给大家看作业的 知道吧 给你们指导作业 以后在群里面 每天都会给大家进行作业指导 好了 好 这会的话就请小张老师 过来跟大家认识一下 好不好 好的话就敲一个一 欢迎一下我们的小张老师 小张老师是一个很温柔 很负责的人 我们虽然说本期课程是免费的 是不要钱的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系统 情绪课程 是要对大家负责任的 对吧 我们有专业的课 以及还要有专业的指导 把你们的问题解答好了 把你的作业指导好了 你才能有进步的 因为我们幼化从16年开始创立 就一直在网上致力于做免费基础教育的普及 而且是做专业的基础教育 我们每年都有这样的免费课的 每年都有的 只是今年把系统课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拿出来免费上课 以前的话就是公开的上一级课 可能我一个月上个四节课 但是是没有说循序渐进 没有说有钱到生的 只是挑着上的那种 我当年我就吹过牛 当年我就吹过牛 我说哪一天我有钱了 我就说我要把我的系统课免费 就是一部分 现在还做不到全部免费 但是一小部分 让你们进行专业技术入门 除了有课程之外 一定要有作业指导的 如果你没有作业指导 不把你的画面问题解决 不进行修改 不进行更正 学不会画画的 肯定学不会的 所以小张老师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 小张小张小张 来小张老师特别重要的 你们一定要给小张老师 把关系搞好 到时候给你们看作业的时候 就看得严格一点 进步大一些 好 那给我们小张老师 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去倒个水 待会见啊 哈喽哈喽大家好呀 我是油画助教小张 然后负责油画系统班 和集信营的作业指导 本来不喜欢 漏露震容的 保持一点神秘感 我又说什么 这意思是 大家如果 交作业和 有一些问题的话 正常的发在群里面就可以了 我们看到的话会及时回复的 然后大家交作业的时候 尽量不要重复复发 因为我们看作业是从前往后嘛 你如果一直重复发的话 可能你在前面的作品 慢慢的也会被顶到后面去 就看作业的时间就相对就晚了一点 直接听得更清楚了 然后戴口罩隔了一层 大家听不清吗 你好 米粉你好呀 布尔省 微月你好呀 破姐你好呀 云逸你好呀 然后 我意思是 才中刚刚要说什么去 呃 怎么啦 管子你好呀 呃 那个那个 哎 我刚刚想了一个问题了 是什么去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打在屏幕里面 叫作业 叫作业 啊 我大家应该很关心 叫作业交在哪里 和每天看作业的时间 呃 大家正 如果画 每天晚上跟完课 换完作业 大家 大家每天晚上上完课 换完课 类作业后 正常的发在 呃 我们的微信集讯营 集讯营的群中就可以了 然后 嗯 一般会统一在下午 下午给大家统一观看 因为上午会有一些 其他的工作内容 需要处理完成 哈哈哈哈 放松放松 其实我挺放松的 只是我 刚刚一直踩着我 一时肘住我 要说什么了 好的好的 老师您好 您是广西的吗 我的生意很像广西的吗 我一直觉得我的生活很素朴耶 哈哈 嗯 嗯 我看到师都看了 太可爱了 哎 不过我确实没有不过老师那么放松 哈哈 然后 大家有 任何问题 嗯 有任何有画方面的问题 正常的 是的 词穷了 哎 看来 等一下下播以后又很很坑几笨 词典呀 然后大家 哎呀 我一个人说话也很尴尬嘛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都打在 灯漠上呀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难 未必当天正能交作业 可以后面补交吗 可以啊 就是 如果大家没时间跟直播的话 我们是有录播的 大家 跟完 录播后正常的 在我们作业结导 结束之前 正常的将作业交到 集训群里面 都是会给大家看的 油画学习需要多少素描基础 看你想 绘画的内容吧 如果你 你 如果想进阶画那种 油画人物呀 古典油画呀 其实 有一些素描基础 人物的 素描人物基础 会更好一点 更加得心一手一点 丙溪跟油画是同理吗 不是的 丙溪是水融的油画 油画油画嘛 可能是要用油嘛 而且用 油的特性跟 嗯 那水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你 你斯马瓜娃 你如果画过油画 你上手就知道了 油画 油画 就是没干的时候 油画很难 相对秉析 我来讲 我来讲 你太紧张了 我来讲 我来讲 我感觉我很放松的 算了 我把主上交给伯伯老师了 太紧张了你 我的妈呀 他太紧张了 油画它干得慢 丙溪它干得快 而且丙溪干得非常非常快 很多油画技法 它是没办法用的 然后因为油画它干得慢 所以说它很多技法 它就很完美 待会你们就知道了 后面我会慢慢教你们的 哈哈 你们都没听到 它的声音都在颤抖吗 油画它很滑 滑只是一方面哈 因为它有油嘛 那肯定是的 好 关于抓液的问题 后面我就会慢慢教你们的 先别急啊 好 小赵老师认识了 然后我也认识了 你们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没有的话敲一个E 我们就开始正式进入到 开取给你的流程了 开取给你的流程是什么呢 刚刚讲的哈 我们有几个目录 第一个是展示介绍 工具材料 课程安排 以及后面的一个小作业 今天任务繁重哈 所以我们就不扯闲谈了 对小赵老师都在抖 是的 把眼睛大一下 我们就开始啊 透明陆陆陆陆陆进来的同学们欢迎你们 我是波范 刚刚我的这个个人介绍 已经介绍完了 好可爱 欢迎欢迎 Momo Momo你是我认识的那个Momo吗 因为我们班上可能还会有一些 我其他老学员哈 我们这个系统课 反正是 对所有同学是免费开放的嘛 然后我 其实上一个月哈 上一个月我已经举办过了一期 这个小级训课 完了之后人太多了 嗯 上一期也是有 将近 一个群是200个人 有5个群 有1000个人参加 然后 人太多了 所以你们就挪到了 近一个月 下一个月 然后没什么人的话 我就不会开了 知道吧 因为上一个月人太多了 我就把你们挪到了下一个月 1000个人的话 你看平常作业里面 每天有大概20个人交作业 总共每天都有百百个人交作业 所以我们根本就服不过来 包括上课 包括看作业 人太多的话 你们作业问太多 就比如说你们不停的问问题 你们问问题的话 我回答不完 这样子我们看 现在我们就是有大概5个群的话 我们上课有一两百个人上课 你们问的问题不是很多 我就能够回答的过来 到时候看作业也是一样的 你们能理解的吧 能理解的话 所以这一期的话 不知道下一期怎么样 下一期如果说没有很多粉丝 没有很多头绪要上的话 我就不会开了 这一期是因为人还是有很多 这么多人喜欢油画 也是在我意料之外 因为我平常很想上油画课 我开这种免费课开的少 因为喜欢油画的人不是很多 喜欢油画 因为油画它的工具材料很麻烦 对不对 油画工具材料准备就比较麻烦 然后它的技法就比较难 很多人它是学不会 或者学不懂的 知道吧 我把这个门关一下我等一下 这个门有点 有关别人的炒 把门关一下 就喜欢油画是吧 喜欢挺好的呀 油画它是个挺专业的课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到 首先我要教你们 就是不说教吧 不能说教 就是交流 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分享一下呢 很多同学 他不了解专业的绘画 那你们平常看到的 可能都是左边这样的话 你们看 左边这个话 是不是你们平常生活中 所常见的 以及有的时候你去看教程 你比较喜欢看到的 是不是的 觉得是的的话敲一个一 你看左边这个话 是不是你们平常容易接触到 容易看得到 有没有可能 有的可能的话敲一个一 那左边这种话 左边这种话呢 它是属于我们叫做行画 也叫做菜画 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见过 有教我呱呱一个人见过吗 因为你们学油画之前 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好的作品 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的系统的 学院派的东西 就不能再用那种平常比较常见的 或者偏心专业号的 这样子的一个审美去看一些东西 因为你学画画 我觉得除了我会学习一些专业技能 除了会学习一些油画技能之外 我觉得更多的我们是要提供一个审美 我们要进行一个美学的素养的养成 提高我们的艺术修养 你们觉得呢 你们只是说学一下技法 还是说希望自己有一定的建厂能力 希望自己能够在美学上面有一定的造诣 如果只是想学一下技法 如果只想学一个技法 敲一 如果是想在审美上有一些提升的话 敲二 所以这里我就要告诉你们 什么叫做行画 什么叫做菜画 简单一点来说 就是 行画菜画 它是没有什么好坏跟高低之分的 只能是说 一般来说行画跟菜画 它是属于普通人平民老百姓容易所接触到的东西 因为一般来低端商业一点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 就比如说我一个小面馆 对吧 我一个这种兰州拉面馆 那我没办法 我本身老板这个小面馆的老板 本身他的美学素养也不是特别好 再加上他的装修成本 他的钱有限成本有限 那他可能在房间里面挂一张画 他可能就会随便买一张可能一两百块钱的画 挂在这个房间里面 那如果说是一个很高档的酒店 对吧 那他的老板的就是素质 以及他的设计团队装修团队的素质 他就可能会挂右边这张画 这样我解释你们可以理解吧 可以理解的话 敲六 就是说他其实没有好坏之分 也不能说有高有低 只是说相对来说 行画跟菜画 他是属于偏低端的 他属于平民老百姓能接触到的 属于普通大众的 属于别人一看就看得懂看得会的 应该是这么说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偏低端的 平民老百姓容易接触到的 然后他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比如说什么取代 你们知道吗 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AI AI的话他画的画是完全可以取代人工的 像以后这种菜画行业 行画行业就是可以被取代掉 只有高端的 只有你有情感的 有美学素养的东西 他才不容易被取代掉 这就是现状 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设计岗位 很多绘画岗页 很多基础岗位 包括工人 包括工厂里面的很多这种基础工人岗位 其实都已经被人工或者被 被那个不是就是 那个叫什么叫AI 还有机器人已经取代了的 那我们以后也必然会走上一个这样的路途 所以我希望给到你们一些更专业更好的东西 让你们无形中能够提高到审美 让你们不容易被取代掉 让有一些竞争力 让你的竞争力更有优势一些 对被智能化了是这样子的 那这些行画它统一都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你们看哈 第一个就是它的画面会有非常艳丽 非常高的饱和度 比如说它这个蓝天 就你只看到它用了一个蓝色 但是如果你看右边这个蓝天 你会觉得它又有那种蓝的 蓝里面你看这个地方 蓝里面泛紫色 然后后面就是蓝色里面泛青色 有这种感觉没有 同学们好 那你看它的海面 那左边这个海的话 它就觉得很平 一览无遗 像一面镜子一样 但是肯定平常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生活中能看到这种湖啊 海它都会有点波涛修游的感觉 是不是 都会有波浪的 然后它映衬出来天空的场景 它不会像镜子一样的 很少很少会像镜子一样 包括它的树 所有的颜色 所有的蓝笔都是一样的 那这种就是属于行画 如果说你的房间里面 长时间挂着一幅行画 就是左边这种画 那其实你的视觉是非常疲劳的 你的脾气就容易暴躁 我们艺术是可以治疗身心的 你想为什么我们平常生活中 你的房间里面 你不会把一面墙涂得这么蓝 我们很少会见到这样子的一个装修 对不对 不会把一面墙涂得真的是一个红色的 就是因为高饱和度的颜色 它容易让人的心情暴躁焦虑 人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话敲一个一 这是我们色彩心理学 那你们出去如果说是吃饭 尤其是越是快餐的饭店 因为快餐没有人来人往的 你吃了这碗面就立马走 别人才能坐得进来 对不对 所以快餐的餐饮里面 它的装修都会以红色为主 就大红你们出去留意一下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会让人比较躁动 它会呆不长久的 然后这种红色呢 它也是会让人食欲大增 所以餐饮行业绝对是用暖色用的多的 尤其是快餐行业用红色用橙色是非常多的 它就是不能让你3027年的坐着 因为你吃完了赶紧走人 他好接待下面的客人 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 那我们生活中 其实你的生活环境里面 就尽量不要放高饱和度的这样的东西 尤其是大面积的 比如说一张画 比如说一个被子 一个沙发 这种东西对人的心理健康不是很好 你不明白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 行画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感觉 右边这两张画也是五颜六色的 但是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 而左边也是五颜六色的 但是就感觉很俗气 你平常如果只看左边这张画 你不觉得的 哎呀这个树可画的真好呢 哎呀这个草画的可精致了 哎呀这个天空画的真漂亮呢 你可能是这种感觉对不对 同学们 是不是这种感觉有没有可能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个作品就不一样 你右边这个作品 你就感觉哎 它的色调特别和谐 特别的舒服 这仍然是什么 仍然是饱和度高低所决定的 因为行画呀 它绿的它就用绿的 蓝的就用蓝的 红的就用红的 这是不对的 但是啊 我们有艺术处理的作品 它会怎么样呢 它所有的这种橙色啦 绿色啦蓝色里面 它都会加白或者加黄 进行色调统一 它里面加了白色之后 它整个紫色调 整个橙色调 它就降下来了 一旦降下来 它画面就会显得和谐 这都是一些调色的方法 知道吧 对 它会显得灰蒙蒙的 云翼没错啊 瓜瓜也是的 它会显得灰蒙蒙一点 那行话有一个标准 它五彩斑南 五颜六色 它会让人的视觉非常的累 嗯 咱们的 V V 大V 大V了好 你的名字我不会拧 一俗一雅 是的 你们看多了这样的话 你就以后知道 哦 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你看多了 你自己心里就知道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多看一些好的作品 平常你们看左边这种作品 看多了你就觉得 哎呀这个树叶画得真好呢 哎呀这个符画得真漂亮呢 那看多了左边这种图 它就会对于你的审美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一定要少看一点 你看比如这张两张画放在这儿 是不是你们喜欢左边敲一 喜欢右边的话敲二 我看你们喜欢哪一张画一些 有对比你就有了选择 没有对比的时候你就看啥都行 看啥都好 看啥都挺棒 嗯都觉得挺挺好 但是一旦有了对比之后 你就要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给你们上几句课的意义 为什么呀 因为网上它很多教程 很多视频 很多图文 它都不是那么好 可是你们分辨不出来 但是我说要教你一二三个分辨 你也学不尽 你也觉得学起来很累 但是只要给你两个东西做在一起做对比 你一下子就知道了的 这也是我上这个集训课的意义 对不对 咱们呱呱 还有指挽针 陈 陈上好 无双 孙广明 迷魂姐姐 咱们的波姐 一个擦了镜头 一个没擦镜头 那不好 那除了镜头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的 比如说是什么 我们来总结一下 比如说 你看颜色一致 咱们说 你看它所有的树 都长得一模一样的 它都没有 所有的树 除非是人工安排过的 那不可能会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大自然是很随性的 这棵小树它为什么长到这儿 可能是因为一个鸟飞过去的时候 这个鸟屎挖到了这儿 然后把果子带到了这儿 然后这棵树就长到了这儿 那些地方它就没有这棵树 所以大自然的树它是没有规律的 它不会那么整整齐齐 像一个军队一样 一个一个一个白的那里 那所以首先在构图造型上 左边这个图它就太过于 一个一个 就一个一个这样 叉叉叉 站在这里 就像人工种植的 它不像是大自然 那实际情况大自然是什么 你看各种角度啦 对不对 然后各种形状啊 有枯叶的啦 有枚枯的啦 有掉丸的 有没掉丸的啦 是吧 所以掉完了没掉完的 这个颜色也是一样的 有深有浅啦 反正什么都不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它就会显得自然一些 对 咱们的阿诺 阿诺 你就是说的非常非常对 现在你们去小文书啊 抖音啊 你去搜一下油画 然后就有很多 很多老师在那里做直播 免费公开的直播 然后你会看到 他们都画的是左边这种画 你们有没有发现的 有发现的吗 这就是问题了 为什么他们都画这种画呀 首先这种画简单 第二种这种画普罗大众 普罗大众它会怎么样呢 我不需要给你讲很多知识 我也不需要给你讲很多逻辑 我也不需要给你讲很多道理 你就觉得 哎呀真好看颜色真漂亮 所以这个事情很简单 像我现在干的这个事 就属于很费力 然后还不一定讨好 你看比如说我说这些东西 他有些人他就不爱听 为什么呀 要改变他之前的思维状态 改变他之前的审美 甚至我会告诉你 你以前这种审美有问题 他有些人他接受不了 他不愿意承认他自己的思维 或者说他的眼光是有问题的 他接受不了 他觉得你这个老师在给你洗脑 觉得你这个老师在乱说 觉得你这个老师不对 是不是有可能 觉得有可能的话敲流 所以我现在干的这个事 我是有点费力不讨好 而且得罪人的 得罪了可以说同行 同行得罪了一个变好 这些直播的国主 一百个里面我得罪九十个吧 但是如果说我也妥协 是吧 我也去教左边这种话 那我对于我的专业 对于我的理想 对于我的追求 我觉得有点对不住我自己 所以我不干什么事 我教你们的就是一个 相对于来是比较费力的事 也就是说专业一些嘛 也是说我给你们看的这些东西 你们慢慢就知道它好了 你看左边这个话呢 包括它的运理技法 态度于雷同 就会显得很呆 一个是很呆 一个是很灵活 那你们觉得正常的人 应该都会喜欢灵活吧 对吧 一般不会喜欢呆的吧 平常是喜欢呆 是因为你们没见过好的 我们今天见了好的 那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好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左边就很AI似的 你看这两张画 那你们左右两张画 喜欢左边的话 翘一 喜欢右边的话翘二 我说了 你们都是有一个好的审美的 但是因为你们生活的环境 冲斥成不好的东西太多了 就导致你们习惯性的喜欢左边 但是一旦有对比 一旦有选择 你们绝对会选右边 这就是区别 但是我们生活中更多的都是左边 为什么呀 左边一抓一大把呀 你生活中你很难去接触到专业领域 专业领域它一定是属于什么 一定是属于少 少 应该是说小众的 它一定是属于少部分人的 一定是属于少部分人的 有部分同学喜欢一好 那这个问题就有点大了 因为所有的 你看比如说 你们去一个五星级酒店 如果五星级酒店挂在右边 左边这张画 你会觉得你有点 相当受骗的感觉 你觉得它这个装修没有画成本 那如果你是五星级酒店 你挂在右边这个画 你整个气场 整个空间 它就匹配 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值 对不对 所有的高端的消费 所有的高端的人群 所有的高阶人群 它一定是少数的 我们社会它有一个二八分 二八分是什么 八是属于普罗大众 百分之二十是属于高端的 所以我们如果说有机会 有能力接触到这百分之二十 尽量往内蒙运靠一靠 无论是对于你的生活 还是对于你的以后的工作 还是对于你的家庭都会有好处 因为你们现在为什么都会喜欢左边呢 因为艺术 我们说美玉美玉 它不是说老师教你画个苹果 你就进行了美玉了 不是的 它是什么 美玉是一定需要长期的积累 它需要一个环境 我们说书香门第 为什么书香门第它好 是因为它是从小到大有一个环境的加持 才能够让它有一个素养 好的素养 好的气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常说艺术就是要花钱的 就是就是要耗钱的 艺术都是钱砸出来的 为什么是钱砸出来的 因为好的审美好的艺术 它就是属于有钱的那一部分的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资源 对百分之二十的人 就是掌握着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道理 那我们如果说有机会接触到好的 就进得往那边靠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慢慢的 你才是那百分之二十的人 那我们说左边这种 老年人大部分喜欢左边这种 那不一定 有很多人是喜欢这个右边这种的 但是这百分之八十是什么 老年人里面属于高高知分子的 属于高级退休干部的 属于有文化素养素商门第的 绝对只有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大部分生活 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普通人 都是平民老百姓 我们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长辈 他没有接受过艺术寻陶 他没有接受过那么多的文化培训 或者艺术培训 或者说文学素养 所以他们才会喜欢左边的 你们说是不是的 觉得是的话敲一个六 那我就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专业知识的普及 通过我们这种知识的分享 就让更多的人他有这种 就算我没有钱 我也可以享受到比较专业的 比较好的美学的培训 美誉 我们这才是在做美誉 这才是我们带给你们 这才是我带给你们 以后你们带给你们家人 带给你的小孩的东西 慢慢的往这个后面靠 暂时不懂没有关系的 你后面看多了好的 你自然就会排斥 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你天天靠钱砸 你天天去画画就画得出来的 你一定要看得多 然后你的环境是一个这样的环境 你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接触得了 自然就这样了 也不需要很排斥的 好 那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 什么是行话 什么是菜话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行话跟菜话 我希望大家 无论你们是兴趣爱好 还是专业学习 通过你对美的提升 以后无论是工作上 还是你的生活 还是你的家庭 都会受到美学素养的影响 让你所接触的东西 你选择的东西更加会舒服自然 其实我们所谓的美誉是什么 就是舒服的自然的和谐的 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颜料 它是工业制品 如果你不进行艺术处理的话 它就会太过于 太过于可以说是 那个叫什么 就是会比较的艳俗 或者比较的累人 不舒服 不要呆吧 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最舒服的 最自然的艺术呈现方式 那我教你们的这些东西也不是我创造的 也不是说我发明的 我的是怎么来的呀 就是这几千几百年来大师们定义 他们发现的 就大师 我们的学院 咱们的美院 都是这么教的 他们发现了一些美的逻辑 发现了一些美的思维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 通过学院的方式传递下去 那你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考到美院去 对吧 每一个人不是说天使 你都能走美术行业的 你们是怎么喜欢画画的 你们跟我说一说 你们是怎么喜欢像画画的也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接触到咱们学院派教学的 但是又话我们的每一个老师都是学院派的 都是经受过传统的艺术教育的 所以就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艺术方式或者教学方式 把这个艺术传播过去 让你们能够了解的到 让你们能够接触的到 这样子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感了 也就是我们喜欢做以及爱做的一个事情了 看看艺术概念会有一定的初步了解对吧 那你们从小是不是有很多同学是喜欢画画的 但是就是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机会接触的道路呢 是不是的 好 对于行画跟菜画有没有什么不懂的 有不懂的话问出来 没有不懂的话敲一个E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步 先过一下课表 然后就加上我们今天的一些基础知识 工具彩乐呀 基础知识啦 还有课表吧 简单的跟大家过一下 有没有不懂的 我等一下你们好 因为网络上可能有一点点颜耻 嘴巴好痛呀 我涂个唇膏吧 啥叫菜画 就是刚刚给你说的就是菜画呀 菜画跟好画是一个意思 它的意思都是指比较低端一点的 比较商业化气息的 然后比较俗一点的画种 这个画种呢 它的首先颜色会很艳丽 饱和度会很高 然后呢 它的韵笔 它的技法 它的构图都会缺乏一些审美 都会比较呆板 不过灵活 不过变通 或者说是不符合常理 对就是很菜的意思 就是很菜的意思 它不符合常理的 你像比如说这张画 它不符合常理 它怎么不符合常理 因为我们在 因为我们在素描理论里面 它有一个透视原理 透视原理指的是 近大远小 也就是说常规来说 这个船 你看它离我们近 它就特别的大 你看这个豪宅 这个城堡 它离我们远 它也就跟船是一样大的 对不对 你看这个屋子 它就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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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了 等于是整个房间 就很小很小很小的了 所以你看 比如说远处 这个山上 我一棵树都看不见 而且没有 我看不见一棵树 但是这个画它就不对了 你看前 后面的树 跟前面的树 都一样大的 这是不符合常理的 就是很奇怪的 这是很错的方式了 不符合常理了 然后正常来说 我们有近时远虚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船离我们的近 所以这个船上面的人 船上面的细节 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因为立得远 我们就看不清了 你们有没有爬过山的 远处的山 朦朦朦朦朦 看不清 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看这个画面 它就不 你看前面的花 中景的树 远景的花 几乎都一模一样 它没有虚实空间 所以它整个画面就很紧凑 它的画面的空间 它就没有延伸感 是这种感觉不 这是属于 没有什么专业技法 没有什么技巧的 姐姐说 现在在做手工艺术 想对美感 或者对色彩有更多了解 化妆呢 然后手工呢 甚至是纹身呢 还有建筑啦 这些都是跟没有关系的 一般都是要学一下画画的 好 画成不好不知道什么是阴影 对这些都是可以学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本期的课程安排 首先呢 我们会讲一下这个 讲一下 今天就讲一下开学典礼 材料介绍的部分 然后咱们就会通过大概是五张画 给大家讲一下色彩啦 还有素描知识啦 以及我们的一个创作思维 还有咱们的主观处理 以及风景写声 会从这几个题材上面给大家示范 什么叫做专业油画 什么叫做学院派油画 课程上到1月17号的时候 中间加了一个作业鉴赏跟指导 就给大家回顾一下之前的问题 给你们指明一下方向 以及把你的问题进行一下详细的精准指导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平常每天会在群里面给大家看作业 但是这个作业的话呢 它肯定没有那么精准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视频给大家详细的指出来一些问题 所以中间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作业鉴赏 反正课程呢 我们大概就是一周是两节课的样子哈 中间我们今天是材料介绍工具介绍 会给你们留出大概是四天的时间 让你们去准备材料 因为油画它是一个 油画它是一个工具材料比较复杂的课程 所以你没有工具材料的话是没办法操作的 我们一定要把材料准备好的 明白明白 给你们大概四天时间去把材料 今天听完课之后 就要去准备材料的哈 大概下一节课是1月10号的样子 然后我们一周两节课 你们主要是看课表去上课 把课表保存一下好吧 油画用什么东西 待会会讲得不着急的 工作压力大 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挺好的呀 油画就是可以放松自己 然后可以修身养性嘛 其他事情也可以 只是说 只是说找到一个自己的心趣爱好 找到自己乐爱的就可以了 秉析不行哈 我们秉析肯定不能用来画油画的 关于课程安排的 你们什么不等都没有 我们是从1月6号好了 从月初上到了月末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不等的 有不等的话问出来 没有不等的话 我们就过了啊 年底了 大家应该都很忙是吧 非常的忙 一般年底呀 收尾呀 然后很多工作呀 都赶在一起了 对 油画用部的 原因很棒哈 你知道油画用部 这个课多少钱一些课呀 这个课是不要钱的啊 这个课是免费的 免费教大家的 因为我是只剩拿出了系统课 基础部分给大家做一个 免费的专业教学普及 当然我们后面有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优化 从16年开始 我们就会有系统课专业课 就是你想学 你想付费学也是可以的 但是具体咨询的话 你可以找助教老师 但是我既然有这个能力 以及能够有这个时间 给你们上免费课 我就尽量全心全意 教你们知识 关于什么怎么报名呀 或者怎么收费这个事情 我一般就不讲的好 就是我既然来上课 我就要玩得起 我不能 不能就是打着免费教学的由头 天天给你们推荐课程 天天给你们介绍课程啊 让你们报名 让你们交钱 你们懂的吧 就是我不会这么玩 我既然能来上这个课 我就全心全意教好你们 既然有这么多人 需要我的专业知识 你们既然找不到一些好的地方 我就提供这个机会 但是你们因为专业 因为热爱 因为喜欢 来到幼化 想付费学 我欢迎 我肯定不能拿着 扫把把你往外赶 能不能理解的了 就我们一开始就说好的 手拉手的好 我说了不讲就不讲的 我绝对不会说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我很讨厌的 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就是我很不喜欢的做 做风风格跟做派 这样很不好 那我觉得做教育的 做老师的深圳为范 对吧 学高为师深圳为范 我有这个专业技能我能教你 那没问题 但是我有这个师德品德 我要认真做事 你们才会相信我 才会信任我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的吧 所以我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的 这一定是要说好的 只是说你们喜欢 你们想了解 你们可以去找助理老师 可以去找群主去了解 所以你们也不需要有很多的担心 有很大的防备心 非得要防着我 好像我好像得 非得要干个什么事儿 一样也没有 因为我从16年就开始在做这个事情 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也不是说今年才开始的 你们只要是幼化的老粉 你们就知道的 幼化在幼化学了七八年的 都有的 他们了解我们 就知道我们的 那你们可能是今天第一次进的 还是新粉 那慢慢的你们就懂我们的 懂我们的行事 懂我们的办事作风 懂我们的就是做事的方法 你就懂的 因为我深信 我出于一份善意 我去传播好的教学知识 传播好的教学理念 我自然也能够吸引到热爱我的 喜欢我的以及需要我的人 他们自然也会心甘情愿的来我这里去花钱 我肯定是这么相信的 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刻意的去说这个事儿 或者说非得下个套把你们坑进来 我觉得这也不需要 这才是我所传达的一个教学思产的理念 这才是我这么多年在做的这个事情 就算是免费的 就算是不要钱的 我也一直用心的把它做好 这是我的人格 这是我的人格魅力 这是诱化每一个老师的人格魅力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老师 他诱化也干不下去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行事作风办事风格 可以说不暴力 没办法挣很多钱 没办法挣很多钱的 就是绝对是不暴力的 工资绝对没办法开到别人高的 但是我们热爱他 然后愿意去做这个事儿 对这个说的很透 咱们摊在明面上来讲嘛 对不对 我觉得没什么好藏着捏着的 课程几个小时 一般是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到三个小时 因为油画课特别的复杂 所以得把它 以上完一堂课为截止 没有规定是两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 以这堂课结束为止 如果这堂课上了三个小时也上不完 那我就夹课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工具材质的准备 我们首先要准备颜料 颜料你们都有的吧 你们现在是有丙系颜料还是有油画颜料 颜系颜料画抄一油画颜料画抄二 颜系颜料是肯定要换的 颜系颜料是肯定要换的 颜系颜料画不了的 百分之百也要换的 那颜色颜料的话 我们一般是按照三颜色来选择色彩 你们可能自己在网上买的那种24色配系 不是很好 我们要从颜色 从红黄蓝三颜色去配 怎么配色呢 首先是找到红黄蓝三个色系 然后再按照每三个色系的冷暖身前去配色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看红色它就深红大红 深红是深的红大红是浅的红 然后它有玫瑰红跟珠红对不对 玫瑰红它是冷红 珠红它是暖红 然后褐色跟褶食也是属于红色系里面颜色深的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些颜色 你不了解这些颜色的话 后面色彩教学没办法进行的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摄像头调转一下 我把摄像头调转一下 好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摄像头换一下 等我一下 我把摄像头 我把摄像头 我把摄像头关一下 我重新开摄像头 因为刚刚的话是开的美颜摄像头 现在我要不开美颜了 一和二都有 用油画颜料 你们学的是油画 因为油画很难 你知道吧 油画真的很难 很多人学不会 包括很多老师也不会 所以很多机构啊 很多老师教学的时候 他就会说 这个油画呀它不干 它很难干 它不好用 所以我们先用摄像头来代替油画 你们听过这种画 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的 有听过这种说法的话 敲一个音 这是骗人的啊 油画颜料 它干有干的用法 它不干有不干的用法 但是绝对不会 因为油画颜料不好干 去用摄像头去代替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摄像头它画不出油画的效果 油画的很多技法 摄像头就是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的 所以摄像头没办法替代油画 但是因为秉析颜料 它在做画的时候 它干的快 所以它很好控制 它特别容易 那很多时候 老师为了教学效果简单 为了让你们学的快一点 让我们的教学效果好一点 他就会教你们秉析 一个是老师有的时候能力不足 他画不了油画 第二个就是秉析 它比较简单 它保证教学效果 比如说你们来学画画 其实说白了你们就是客户 对不对 那客户想要好的东西 客户想要有成快 有成效的快的东西 那我就哄着你们 给你们简单一些的东西 懂不懂 就像你们有没有知道 国画 国画你们都知道应该是用宣纸 对不对 国画就是特别典型的就是 它是那个水墨 啪一下扩开 水墨 水墨画 重点就是水墨水墨 但是现在很多这种国画教学 因为宣纸它很难控制啊 那个水一过去啪一下开了 你们有没有用过宣纸的 有用过宣纸的话 乔可一 小时候有没有想学过国画的 那个宣纸就啪一下就开了 控制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这种 老师他就为了方便教学 他国画不用宣纸 他用手宣 他用半身手的纸 或者用卡纸 那用卡纸它相当于画水彩 它根本就不需要水墨控制 它根本就不需要控水 你就只要用水彩 用速写的方式去画 他就能画出来 那这都不叫国画 这都是假国画 所以你们秉析学习就要假油画 能理解吗同学们 这都是假的东西 这都是错的东西 这就是不对的东西 但是因为有的时候 他有能力嘛 你能力做不到 他就哄着你 或者说就看你心思比较着急 比较焦虑 他就哄着你 让你去画秉析 只是说如果这个老师他教的是秉析 他很明确的告诉你 秉析就是秉析 油画就是油画 秉析跟油画不一样 那这个老师他就不是骗子 但凡说油画干的慢 不好用 而秉析好用一点 画的秉析也会画油画的 它俩是一样的 这都是属于骗子的 你今天听到我这个论点 你就知道了 后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它是骗子 在实际操作中 我告诉你你就懂得了 我这不是吹牛 也不是乱说 明白吧 你看比如说 就是只有油画 只有油画或者水彩颜料 只有这些颜料 我们在调色的时候 它才能配上是 它才叫做调色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就为什么只有油画颜料 它才能够学到调色知识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等会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 等会一下 我把这个镜头调一下 我把这个光调一下 等会一下 必须得是水彩颜料 或者油画颜料 它才能叫做调色 我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颜色特性上面 它就不一样 颜色特性上就不一样 因为油画颜料 水彩颜料 这些专业颜料 它的成分就是色粉 比如说色粉加油 就可以了 但是丙系颜料 其实它就是一个胶质 它里面就有一丢丢的 化学颜料的色粉 就是化学颜料 一点点色素 好 然后加上一堆的膨胀剂 添杂剂 然后调出了这个 调出了这个 调出了这个 它很明显的 它很明显的 它就有了 你看我一点点油 它就颜色特别的漂亮 跟一坨颜色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稀释 拿加白之后 它会有很明显的这种粉色的感觉 你们可以看到吗 它会有很明显的这种粉色调 或者紫色调的感觉 有这种感觉没有 有没有这种感觉 同学们 它会有很典型的这种 我把光调一下 它会有冷色调 或者是紫调的感觉 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个是颜色 这是颜色倾向 那比如说 我要把鼻洗一下 你看 如果你用大红 那这个大红 它的色相不一样的 你看大红 你看大红 我先是用油吸食一下 那我一点点 你看我只沾多少颜料呢 你看我就是 你看我只沾多少颜料 我就这么一丢丢 我拿这个东西 来 就这么一头呢 一头这样的颜料 看到没有 就这么一头颜料呢 这么一丢丢 就像小蚂蚁 这样一头颜料 你看这样一头颜料 它染开之后 它颜色有多么的艳丽 是吧 它可以调出 这么大的一个色块 好 那如果说我颜料 因为它里面 只有色粉 你知道吧 所以它的颜色的含量 是非常高的 非常浓郁的 这个颜色 它是非常浓郁的 你们去看看鼻洗 能不能做到 你看一点点颜色 它颜色就这么漂亮 这么艳丽 而且它颜色 是有典型的什么 冷暖之分的 你看比如说 我加了这个红色进来 它颜色是有典型的颜色区别 对不对 好 然后我再看 你们看比如说这个颜色 它是 这个是生红跟大头 一深一浅 很明显 这个是 珠红 你看它的颜色 明显就是偏橙色调的 看到没有 这个色调都是红 就是红的不一样 看到没有 但是鼻洗就没有那么明显 你们去用鼻洗你就试一试 它颜色含量多少 一点点的差别都不一样的 你看它从深的 从深的到浅的 它的含量就是不感觉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鼻洗就没有这种效果 因为鼻洗它是色素 它没有这么多的色粉 我给你们看一下鼻洗颜料 你看这个是鼻洗 你看我刚刚像小蚂蚁一样 对吧 用一坨呢 这个是鼻洗 用小蚂蚁一样 用一坨这样的颜料 你给它调开 你看一下 我拿一支笔 像用饼洗笔 饼洗跟油花笔不能混用 你看它拿一点水 看到没有 没颜色了 发现没有 是不是没颜色了 有没有 你看我再 你看我刚刚 你看我再多一点点 不要嘴这么多 看到没有 它才能有颜色 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话 翘翼 好 然后你再给它里面去加 去加这个白色 你去加白色 给你们看 你在里面去加白色 加白色之后 它这个颜色又看不见了 你看比如说加白色 它这个颜色 它就没有橙色的感觉了 它都没有 它就没有这个颜色的感觉了 发现没有 但是你看这个加白 你看这个加白 它会有很明显的颜色色调 很明显的颜色倾向 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紫红 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大红 明白不明白 明白的话超一个1 它没有那么明显的颜色色相 为什么 它里面的色粉好像太少了 你必须要有色粉 它才显色的 你没有色粉 它不显色的 所以你想用一个红色 加黄色调出橙色 你必须要有色粉 含量很多 它才能够调得出来 你们能理解吗 你们能理解吗 它这个加白色 它会变得很灰 丙系颜料 水粉颜料 都是这个特点 那如果你想学真正的调色方法 你拿这个东西调不出来的 你看比如说 你看这个是生红 对吧 我这个生红 我就算是生红 我来加黄色 它都很漂亮的 你看 这个生红 我这个加黄色进来 它都是漂亮的 看到没有 我加这个生红 你看到没有 这都是生红的 你看到没有 它加黄色进来 它都会很漂亮的 但是你看 你看这个 丙系的生红 这个是丙系的生红 这个是丙系的生红 颜色是一样对吧 这是丙系的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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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丙系的生红 丙系的生红 然后再加黄色进来 然后再加白 再加点白 你看它调整是什么效果 对它颜色会变得很灰很暗的 你看 你看 我就算再加点生红 进来 再加点生红 你看我这么多颜色 它颜色都不怎么显得出来的 就是它是白白的灰灰的 看到没有 白白的灰灰的 你看我这边颜色继续加多 我这边颜色加的少 你看我颜色继续 你看我这么一点点料 你看我要加多一点点 你看它的显色 特别的浓艳的 它的显色是非常非常的浓艳的 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的浓艳 我继续加 你看我不加白色 请听一下 非常的浓艳的 看到没有 我这个里面还加了白色的 你看就算我继续加白色 它的颜色也是比较浓艳的 这就是不一样的 它的显色也不一样 你看它里面就是什么 就是冷 这个颜色条件是什么 是冷调子的 它是冷调子的 但是它这个生活是什么 是暖调子的 因为我们画画一定有讲究冷暖 冷暖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颜色 比如说这个颜色 我画画那个苹果 就很好画 这个颜色它适合画橙子 所以在油画里面 你看我就有暖色 你看我就是暖色 暖红色加黄 才是一个效果 暖黄色加黄 它就是橙色调 它这个颜色很暖 看到没有 它一定会有冷暖的区别 可以看得出来不 可以看得出来冷暖不 这两个颜色是有冷暖的 可以看得出来冷暖的话 效果一 就冷的 冷的橙色 暖的橙色 但是丙系是什么 大红 深红 都是这个效果 丙系你拿大红跟深红 挑出来都是这个效果 明不明白 它没有什么冷暖倾向的 没有冷暖倾向的 没有冷暖倾向的 这一说 你们看一下嘛 你看它的冷暖倾向 我给你们看 这是丙系里面的深红 这是丙系里面的大红 你看这两个颜色有区别吗 就只是一滴滴滴的区别 还有没有 这两个颜色没什么区别的 然后你加上白色就更加没区别了 一点区别都没有的 它没有冷暖 你就很难画画的 你没画画你很难画的 你看两个颜色没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深红一个大红 学丙系你很难学会调色 所以丙系是怎么画的 你们知道吗 丙系是怎么画的 你们知道吗 丙系就是颜色越多越好 颜色你买个三四十个颜色 你看我这颗丙系颜料 你们看我这个丙系颜料 看到没有 它颜色超级多 你只要把颜色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 看到没有 不是丙系 那我刚刚给你们的就这两个颜色 画出来一模一样 没有太多丙系的区别的 所以丙系画画就是 你买很多很多的颜料 你看我这个上面有多少个颜色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有三十五个颜色 实际上我们画画 只要十八个二十四个颜色就行了 丙系画画的时候 你就是要买四五十个颜色的 因为这些颜色你没办法调出来 它颜色之间很微妙的变化 它做不出来 它就只能买现成的 大家能理解的话调异 不行 我去把它盖一下 盖住了 每次讲这个工具材料的时候 就到处乱七八糟 你看我在手上 到处乱七八糟 等我一下 等我一分钟 它是丙系颜料一盒颜料 十几斤好重 但是你看油画颜料 就这么一丢丢颜料 你就可以画一张一笔的画 你这么一丢丢的颜料 你就可以画一面墙 但是丙系 你要干嘛 你一盒颜料 你画两张画就没了 丙系是典型 它是一个消耗品的 你一个消耗品 你可能画一张画就没了 所以笔记很振钱的 但是油画颜料 你一套油画颜料 一只油画颜料 你像我现在用的一只颜料 大概是十块钱还是几块钱 一套颜料一两百块钱反正是 一套颜料应该是一百块钱到两百块钱 这种值的 你能用三四年 我们看我这套颜料 比如这只颜料 从我19年开始教大家画油画 到现在 就是今天是第几年了 今天是第五年了 这只颜料就用到了这么多了 我每年都在画画 我每个月都在画画 你看这只颜料 它就还剩这么多 油画颜料它非常耐用的 每次几颜料 只要纸钉都大小 黄都大小 它都可以画画的 知道了吧 知道区别的吧 咱就是说 丙漆不能用来画画 尤其是你现在这样子看没区别 你在画的时候就知道了 它区别很大的 好了 我把这个拿走 把这个拿走 我待会还要对 那我顺带的教一下你们怎么去 用油画 油画颜料在调色板上 每次用完之后 你们要注意 待会我教你们吧 先把这个话题走掉 那我们你看 红色它就有大红深红 玫瑰红珠红 它每个颜色的暖清香不一样 黄色也是一样的 有土黄蛋黄柠檬黄跟橘肉黄 蓝色也是一样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蓝色 它每一个蓝色 它的色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多用几个 你看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每一个颜色它稀释之后 颜色形象都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 就是点成是天蓝 它就很漂亮 这个是天蓝 好 那你再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蓝色 这是什么 就是孤蓝 它的颜色就要浓艳很多 可以看得出来不 可以看得出来的区别不 你看 漂亮很多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个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张图啊 然后就很多那种圣母 油画的圣母肖像 它都是用的这个 这个叫群青 我现在这个蓝是天蓝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它们区别吗 可以看得出来的话 敲六 这个是冷像的 这个是暖的 这个里面带紫调的 群青里面带紫调的 好 普蓝 你看一下 普蓝里面是什么 普蓝里面它是颜色深一点点的 它是那种暗的 就是颜色是暗色调的 看到没有 它的颜色是暗色调的 你看 这才是有的话颜料哈 那饼心颜料不是这样的 饼心颜料它本身这个颜色 你在用的时候 它就这个效果 它就是这个效果 它不会像我们挤出来接近黑色 因为它非常的浓郁啊 它非常浓郁之后 它的颜色就会比较纯粹 看着像黑的 它非常非常浓郁 这样浓郁 每一个颜色它的效果都不一样 那每一个颜色它加黑加白之后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画的天空它好看呀 它漂亮啊对吧 就是因为每一个颜色的调调都不一样的啊 每个颜色都不一样的 这才是我们学调色的原因 要学色彩理论的原因 你看 每个颜色调色的效果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看到了吧 每个颜色调色的效果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看 它的色调出来都不一样 那这些颜色每个颜色你去加同一个颜色 它出来的感觉也有点不一样 所以咱们画什么样的天气 什么样的天空 这都是有讲究的啊 你用什么颜色都是有讲究的 你看这个加黄色 你看这个加黄色的效果 对吧 每一个颜色都是有讲究的 不是乱用的 你看这个颜色的效果 看到没有 你看看这个颜色的效果 是不是都不一样 觉得是不一样的话敲六 这就决定了 我们天空什么时候该用天蓝 什么时候该用这个群青 什么时候该用普蓝 这都是有变化的同学们 这是天蓝 这是群青 这是普蓝 我用的这些颜色 是我们平常画画最常用的颜色 这些颜色就可以调出任何一张作品 任何颜色都能调得出来 我们只要把一个色系按照深浅配好了 比如说天蓝是浅蓝 普蓝是深蓝 这就是深浅 懂吧 好 天蓝它是冷色向的蓝 群青 群青是暖色向的蓝 是紫向的蓝 它就有了冷暖 所以我们画天空 无论是暖色天空 就是夕阳我就画暖色 清晨我就画冷色 懂不懂 清晨的早上有雾水 天气很冰冷 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刚刚出来 有日出的时候 天空它是冷掉的 你就可以用到天蓝 它是冷掉的 那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艳阳高照 或者是偏西阳 它的蓝可以带紫调 就偏暖的 能理解的话 所以这就是用色逻辑 你认识颜色 你就会用色 你就会画所有的画 你就会画任何一张色彩画 明不明白同学们 明不明白 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色 你为什么要配足这些颜色 为什么油画才是学调色 因为只有油画这些颜色 能调得出来 你比如说调紫色 你们拿这个饼锡 或者拿水粉 你们试一下 你紫色你绝对调不出来 你百分之百调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只有带 这个叫什么是 只有带紫像的红色 那这个是带紫像的红色 就是带紫像的红色 只有带紫像的红色 就是紫调的红 只有带紫调的红 它加蓝色 它加蓝色才能调出紫色 它加蓝色 它才能调出紫色 看到没有 只有是带紫像的 那如果说你像饼锡 像水粉 它没有带紫像的调子 它调不出带紫像的调子 那它调这个紫色 它就是调不出来的 加点白 加点白 好紫色就出来了 就很漂亮的紫色 它就出来了 加一点点白 你调一点蓝 然后加一点点 这个紫色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紫色就出来了 再加一点点 这个紫调的红 一定是紫调 这是紫调 它才能调出紫色 你如果是饼锡 或者水粉 你试一试 紫色你是调不出来的 只有油管颜料 跟水管颜料可以 因为你颜色一定有冷暖之分 懂了不 冷色调跟暖色调 你能具体讲讲吗 冷色调跟暖色调 是没有绝对的 就是没有什么颜色 必须是冷 没有什么颜色 必须是暖 就是相对而言的 相对而言的 知道吧 就需要放在每一张画里面 具体示范 具体讲解 现在只是给到你们一个概念 调色的逻辑 你只要明白深浅 冷暖 还有纯度 万物颜色皆可调 但是要实操 它不是说靠口令 靠死机硬背 就能背到的 西世纪是松节油吗 待会会讲的 先别急 关于咱们这个配色 明白了吗 配色的话你们可以截个图 我给你们配的色 就是最常用的 最好调色的颜色 如果说你们嫌麻烦的话 也可以去优化的店铺去进行购买 反正玛丽的价格 全网的价格都是一样的 我用的是玛丽颜料 玛丽的话是性价比最高的 它是里面的 我推荐大家买玛丽 不推荐你们买温莎牛顿 买babyo 因为温莎牛顿的babyo 这两年 它里面的色粉不是很好 价格偏昂贵 在同等价格里面 玛丽里面的色粉含量 是最优最佳的 就是同等级 同等价格的颜料 玛丽的色粉是用的最好的 它虽然便宜 它虽然是果货 但真的是果货之光 基本上你们入门用 就绝对够了 如果说是用到babyo 跟温莎牛顿 它要十几块钱 一二十块钱一支 其实有点太贵 而且它的这个使用上面 我觉得没有玛丽的那么精细 刚刚买了温莎的 可以退掉 买玛丽的吧 玛丽更适合一点 你买温莎 除非是买艺术级的 艺术家级的 它会更贵一点 它会好一点 温莎牛顿在国外 它就相当于国内的成光 知道吧 所以它没有 它的色粉含量 没有玛丽那么好 它在国外就相当于 我们国内的成光 得利文具品牌 玛丽艺术加根 应该就更好呀 因为我们 这个事情说得很细 因为颜料里面 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那个系统课的一个PPT 那个里面讲了 你们问到呢 我就给你们讲一下 因为这个内容 它就比较的 比较大了 我是没有安排到洗讯课的 我待会还要讲 你看已经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我才讲到颜料 待会又要脱糖 知道吧 你们问呢 我就给你们讲一下 艺术家跟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你们看一下啊 等我一下 我找一个我 就是之前上课的一个PPT 材料介绍 不对啊 等我一下 咦 我的工具材料介绍呢 哦 不在这个里面 等一下不在这个里面 哦 等一下我换一个PPT 你看我找起来 就麻烦了 找起来 麻烦 我的PPT呢 油画武器开取典礼 客键 等我一下下 因为有一张图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每节课两三个小时 上完为止 哎呀呀呀呀 等一下啊 去发展史 专业课内容就特别多了 你看到没有呢 艺术家级的油画颜料 因为我们油画颜料 它里面就会有这个配比 一般是色 你看这个色料 看到这个词没有 这张图 看张图没有 你们看一下啊 这图怎么放大呀 哎呀 急得我呀 我要挤死了 这图怎么放大呀 怎么放大呀 你们可以看得见这个字不 放大了 首先油画颜料 它就是由色料色粉组成的 然后里面会加一些添加的这个 就是油 会有一部分的油 然后加上一些辅助材料 也可以理解为是填充剂 那玉是优质颜料 看到没有 它的这个优质色粉就比较多 然后它的添加成分或者填充剂 就少一些 所以它就贵一些 明白了吗 那像丙烯的话 它里面就是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填充剂 只有百分之那么 一二十才是 才是色粉 所以它就调色不好调 这样子讲理解的吧 理解的话 敲一点意 看这张图就很好理解啊 蒙马特的 换 然后凤凰的 换 还有终胜的 换 为什么呢 这些颜料它在调的时候不好调 它很 很难 推开 这些颜料我都用过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嗯 你们在调色的时候 如果是用到的像 中肾啊 或者说是 摩马特啊 你们调色的手感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我 拿到一坨颜料 对吧 我调的时候就是 左搓搓 右搓搓搓不开 就感觉这个颜料老跑 到处跑到处跑 有这种手感 或者说它颜料很硬 很不滑 上色很麻烦 它都会有一些这样的特点 懂得不 它不好用 因为 你知道为什么不好用吗 因为 油化颜料 它里面 这个油 它跟色粉 它有化学反应 化学反应 它是需要时间去实验的 就需要一二十年去沉淀 去实验 它才能找到这个颜料的最优配比 那有一些这种 比较新一点的品牌 就比如说马马特 这种比较新一点的品牌 国产品牌 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 去做化学实验 所以它的颜料的配比不是最优的 它有的时候 那个颜料放着放着 它就干掉了 有的时候 那个颜料放着放着就变硬了 或者那个颜料放着放着 那个油跟色粉 它就分层了 就是色粉是色粉 油化 原来是油化 色粉是色粉 油是油 所以它就特别难调 能理解吗 能理解的话敲六 油化为什么它贵 为什么一张油化能卖个几十百把万 就是因为油化是稳定性最好的颜料 它就可以保持五十年几十年不变色 然后最好的是国化颜料 其次是油化颜料 那有一些品牌 它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 它的工具材料 它的色粉配比没那么好 那么你画着画着可能放个三四年 你的画就开裂啦 脱落啦 起霉啦 都是正常的 我就建议大家去买专业的油化颜料 就比如说国内只有玛丽做得到 国内品牌暂时只有玛丽做得到 国外好一点的像是梵高呀 还有美丽兰啊 那就是更厉害一点的 那你只颜料四五十块钱 就更贵了 明白明白的 明白的话敲一 你们现在可能 一张画可能还放不了三四年的 但是你一旦 你看你如果说你真的说不定能学三四年 对吧 你三四年之后看到你 那个时候作为小白 你见证了你的成长史 见证了你的发家史的一张画 结果发现它掉色了 脱色了 然后它开裂了 然后它斑驳了 起霉了 你看你开不开心 有的朋友可能想一想 哎呀 没关系 刚一开始学无所谓 说不定哪里 你就有所谓的时候 就已经为时意外 好 我们三间色需要按照我的配色要求来 但是我们配色的时候发现 我橙色给你们配的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橙色是最好调和的颜色 你随便拿个黄色加红色就能调出来 所以我这边只有给你们配了一个橙色 绿色风景用的最多 因为绿色是属于在调色里面 它最难调出来 或者调的没那么精准的 黄色加蓝色它调出来的颜色就是没有那么精准 没有那么艳丽 所以我们要买这种直线色会好一点 所以绿色配色就给你们配的多一点 浅绿 草绿 橄榄绿 黄绿 翠绿就配的多一点 然后紫色要注意 紫色是比较少用的 而且紫色是容易翻色的 这个你们可能不懂什么意思 紫色你看比如说我紫色画到画面底下 然后我在上面去盖黄色 它可能隔个半年 那个紫色就会翻出来 就比如说我如果说我画一个黄色 你们底下用的紫色打底 或者用的紫色去画线稿 那么隔个一两年 那个紫色线稿就往上翻出来 你们开心吗 觉得开心的话敲一 不开心的话敲二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紫色不能用得起形 不能随便用 除非是有特殊情况 或者只会是这个紫色 我们就像画一个紫色的东西 才会用到紫色 一般紫色上色的范围要准确 如果紫色错范围了 会出现翻色情况 是很麻烦的 就是你要是一张画画了三四年很开心 结果发现回掉了 用色它是有一些技巧 这些技巧性是我们专业调色的时候要注意的 有没有什么不懂的 有什么不懂的话敲六 买什么配色 你可以根据我这个买的呀 我这个已经准备好了 看到没有 你可以根据我再买 我都已经准备的很好了 你根据我这个买就没得错 不要买那些商家配好的二十四色 因为商家不会画画 所有的画菜商的老板 基本上都是不会画画的 百分之九十八是不会画画的 他们只管这些成分去弄 只管原材料 所以它的配色是属于乱配的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颜料走不动的 不好卖的 他就在配在里面 不要买官方的配色 买我们这种专业画家 自己总结出来的配色是最好的 记住了没有 自己结个图 你如果想自己配的话 有自己喜欢的颜色可以自己配 但是要符合一个规律是什么 首先是三原色 三原色按照深浅配色 然后按照能暖配色 红黄是配的最多的 然后三尖色之外的三原色 成绿子 就配的少一点 绿色如果你喜欢画风景 就要多配一点 能理解不 能不能理解 有没有什么不懂的 没有不懂的话 敲二我们这一拍就过了 像开局典礼 你看这些事就很杂很碎 其实讲这些东西 很多时候听不下去了 有这种感觉 没有听不下去 你们有听不下去的吗 这种东西很杂很碎的 就很琐碎 你不是真正想学画画的 你根本就不愿意听我这些东西 感觉老师好啰嗦呀 老讲一些有跟没有 是不是很啰嗦 你们觉得有用吗 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啰嗦 挺好的 不啰嗦 我告诉你们这些知识 无论你是用到色彩 还是用到油化 还是用到水粉 还是用到饼析 你都按这个逻辑来配 就没问题的 百分之百就是没问题的 包括你小朋友以后学画画 你给他配色 这超级超级重要的 那这个东西 就不是一般人 他能听得进去的 有很多人 他就是来看个热闹 恨不得就是 把东西塞到他嘴里 塞到他手上 但肯定我们 没办法追追违反 只能说你得主动的去学 好东西都好 就希望你们需要 希望你们爱就好了 接着呢就是画框 画框的话呢 我们有的同学 他肯定会准备 是油画纸 就是有没有用油画纸的 或者是用油画版的 这种东西是不适合 不适合画油画的 比如说我这里 是有一个油画纸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是油画纸 油画纸 它在上色的时候 有个什么特点 你看 给你们看哈 油画纸的建议大家 用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比如说我要画一个 这个红色 这是一个红色 我画的浓厌一点哈 你看我比如说这个画了一个红色 看到没有 它是这个纸跟它的油 这个纸跟它的油哈 你们看一下 纸跟它的油就会分层 可以看到旁边运出来 有没有发现旁边运出来一个痕迹 看一下哈 可以看得出来吗 越明显就越往外扩散 看到没有 它是往外扩散的 可以发现不 有一条这样的痕迹 有一个这样的印子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吸油 也就是说油画纸 它会把你油画颜料里面的油给它吸掉 吸掉之后 你这个颜料就会显得暗淡无光 那这就不是油画了 它就属于是色粉了 懂不懂 不要用油画纸 它在吸油 对 它在拼命的吸油 你看会印出来一个印子 它会把你的颜料吸走 它会把你的颜料的油吸走 它就显得很暗淡无光了 就不漂亮了 因为油画它是有很漂亮的感觉 给你们看什么是油画 你们看油画 我去拿一张这个油画 去拿一张 帮我把油画的鸟拿过来 在大厅那里 就是我上一个月教他们画的这个鸟 就是我这一期也会教你们的 你们看什么是油画 你们看一下 对 它颜料挂不住 然后它那个颜色全部被吸走了 就不好看了 知道了吧 油画它一定是有光泽的 它很漂亮 我待会拿一张画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了 什么叫有光泽 什么叫漂亮 那我们尽量是要选择油画框 油画框的话 你看 尽量选择油画框 油画框 油画框 它是什么呢 它下面是一个木框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布 它是有正反面的 这个布上面是做了处理的 它刷了一层胶 这层胶 就可以防止烟死 防止你的布吸油 防止漏油 这是我们的油画布 那这种油画油画布的话 它就不会存在吸油 而且它的手感比较好 因为它这个里面是悬空的 看到没有 所以它上上去的时候 它会受到你笔的一部分的力 它沉得住力 它不会显得像是画在那个钢板上 像油画纸的话 因为你油画纸下面 你肯定要垫个木板 木板的话呢 手感就很硬 手感很硬的话 就更难上色 因为油画就比较丝滑了 你越滑 你要在软软的上面去上色才好上 你很滑 你在很硬的上面去画 也画不上去 你们试一下 你在瓷砖上画 跟你在布上画 是一个概念吗 不是的对不对 那你在纸上 就相当于是瓷砖 它是很硬的 太硬的话 它不好上色 懂不懂 懂得的话 只要一个E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用纸 或者用板 油画板 油画纸都不适合的 所以用这种 这二八点的油画框 这种好的油画框呢 它是四平八稳的 什么是四平八稳呢 你看 它这个四个角 它不会出现这种 挡挡挡 有一些油画框 它没做好 树立不稳 你在上面 你在上面这样子一拍 它就这样晃呀晃呀晃呀晃 看到没有这样晃 有一些画框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 你放在这个桌子上 你一放 四个边 它是歪的 这叫受力不稳 我们检查油画框好不好 你就平放在桌子上 它是四平八稳的 它不会出现说很明显的晃动 或者是画面是歪的 这叫好的油画框 然后好的油画框呢 注意 它这个背面的颜色不能太白 为什么呢 因为油画框 它是哑麻布的 哑麻布它越好 它后面就能够越耐放 你放个百把年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它底下是棉的 那棉的是很容易断 棉是很柔软很脆的 它没有韧性 所以它就容易断 后期放个几年 它就容易开裂容易烂 我们油画框最好的是纯亚麻的 相对差一点的就是亚麻浑坊 最差的就是纯棉的 纯棉的还会漏油 什么是漏油啊 就是我画了这个颜色之后 这个颜色在背后 你看是透过来的 看到没有 这个油 这个就是油 看到没有 这叫透油 这个痕迹就是透油 那看我这种画 你看我原来画了这么多 对不对 它背面不透的 看到没有 背面一点色都没有 发现没 这个背面一点色都没有 我这个就是纯亚麻框 这个纯亚麻框可贵的 然后你看我这个边框很厚 这种越厚 它框子就越稳 它的稳定性就越好 它就不会变形 一张画变形就完蛋了 一张画变形就废了的 你看这个框子就是很好的框子 平常在网上我就很少能买到好框子 所以我的框子都是定做的 就专门找师傅在厂里面定做的 在网上我很难买到好框子 我干脆就自己做了 怎么看的框子好不好 一个是四平八稳 一个就是你看它的厚度 有一些框子它很薄 大概就是一厘米的厚度 一厘米的厚度的话 它就很容易变形 你看我们这个厚度大概就是 我用的这个框子大概是三厘米 三厘米的厚度 大家看它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反正就是不能太薄 这样子太薄的话很容易变形的 我说什么是油画的光泽 你们来看哈 比如说这张画就是 这张画就是前两天画的 上一个月上一个月画的 正好也是教习 正当同学画的 什么是光泽给你们看 油画在不同的光下看到没有 它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可以看得到不 它一定是有光照的情况下 它会有这种感觉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还超一个一 就是不同的笔触 它有不同的光泽 你看这一笔 这个地方就没有光泽 所以你在这个角度看 你看在这个角度看 它就有了光泽 看到了吗 它会有不同的光泽感哈 你看这个笔 这就是为什么油画韵笔上面 要漂亮一点哈 为什么油画韵笔啊 这个油画韵笔它要灵活多变 因为你在一个环境下面 你从这个画走过去 每个角度它光泽都不一样 你看这一笔就是色的 它就没有光 为什么 它一样在这个角度打光 它才能看到这一笔 这样子看这个画 它就显得很灵动 就显得很多这种笔触的交叉 因为你人走过去的话 就像这个光是这样子转一圈嘛 对吧 你人走过去就是像这样子看一圈嘛 然后每一个角度都很美 懂不懂 你人走过去这样看 就是一个弧形这样子走过去看嘛 它就哪个位置都会很美 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油画它美的地方 也是其他的画种 其他的做不到的哈 它每一个角度都不一样 你看我打个光 每个角度 你看过去 它每一个角度都不一样的 这才是油画 如果你看这个它就没有油了 你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颜料我刚画的 它都没有反光了 而且没有 已经是哑光的了 看到没有 为什么呀 你看这个油的运成什么样 它颜料上面 颜料上面已经没有光泽了 刚刚才画完的 你看这个颜料刚刚才画完的 它这个上面没有光泽呀 你看一点光泽都没有 它是有一个油印子的 它的油吸到纸里面去了 所以它是哑光的 它是哑光的哈 对呀 这个画的这样子吗 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这样子的 没错呀 嗯 画框架吗 什么还画框架 什么意思 什么是画框架 那我们本期哈 会用到大概是五个框子 六个框子 一个是二十乘二十的 一个是四个三十乘四十的 还有一个四十乘五十的 椭圆形的框子 平台上显示的亚麻 对没错 你们在网上能够买到的纯亚麻 一般都是混纺的 你们在网上哈 就是很难买到好的布 知道是为什么吗 这个意思 这个就很有 很搞笑了 什么意思呀 我们平常买的布 你们 你们的经济实力可能有限哈 通常买到的是亚麻混纺 叫做亚麻 混纺的 因为唇棉太差了 一般不会买唇棉哈 混纺 只有一些那种 画饰 比较低端一点点的 它可能会没有那种 纯棉的 太差了 亚麻 不是不是 这个是 对 这是亚麻混纺 或者棉麻混纺 叫做棉麻 或者叫做棉麻 它这个混纺是什么意思呢 按道理哈 就是各占百分之五 就是我 嗯 那个棉 占百分之五十 然后麻占百分之五十 这叫混纺 但是有的商家 他就投气取巧 他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都是棉 只有那么百分之一是麻 完蛋 这个就容易漏油 这个就容易透光 这个效果就不好 你们买到的很多是百分之八十的成果 因为 亚麻比棉贵哈 亚麻是比棉贵的 懂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在网上买框子 不在网上买花色的原因 因为我买不到好的 要不就贼贵贼贵 要不就是可差可差 我后面我干脆就自己找厂子做的 好这是关于我们的画框 画框明白了之后 关于其他的有没有想问的 想要问的话 问出来没有什么想问的话 敲一个留言 接着呢就说一下调色盘 调色盘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 我建议大家用纯白色的 你们平常买调色盘 应该都是买到了木质的 是不是买到木质的 是买到木质的话敲溜 你们平常买的是不是买到木质的 那为什么会买到木质的呢 因为以前的油画画家 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 木的话会比较的便宜 木是最便宜的 它不像陶瓷那么贵 以后以前的画家你说你能有个陶瓷碗 那都是多大的富贵啊 破天的富贵了 对吧 很少会用陶瓷的来画画 那为什么要用白色调色盘呢 你看比如说我画 因为你们的画布是白的嘛 你们的画布是白的 你看比如说我要画一个 我要画一个这个 就是颜色盘 你看比如说我调一个这个白色 调一个这个黄色 你看我调这个黄色 在调色盘上感觉 哎这颜色好浅啊对不对 是不是好浅 好你画到这个上面画到白纸上 这颜色是不是就很深了 它存不存在色差 存不存在 存在的话敲一个音 你就不容易看得准 你就容易调出色 因为有色差 以前的画家 古代画家 为什么调色盘 它是木制的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以前的画家 他们的布都不会刷白底 正常的油画布是这个颜色的 以前的画家用亚麻布 他们都是这个颜色的 看到没有 其实我们会在这个亚麻布上去刷那种 吐胶 就是胶是透明的嘛 胶是透明的 所以我们最原始 你们像看樊高啊 看莫赖的画 你比如说你看樊高的那些画 你放大一点看 你会发现它的底子都是这个颜色 因为这是布本来的颜色 我们现代画家为了图方便一点 然后这种框子 这种布 这种白色的布面 白色的这个布面 它叫什么 这个叫做成品布 它是厂家 在表面涂了一层 就是涂了一层类似于丙烯的 胶质的涂料 起到了隔绝 隔绝画布的作用 就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 所以我们现在的画布是白的 但是你用深色调色盘 调一个颜色 画到白布上 它就调不准 能懂的话调6 调不准的 所以我们现在尽量是用白色的盘子 或者白色调色纸去调色会好一点 我们当代画画 跟几百年以前的画家画画 我们的条件 我们用的工具材料是不一样的 你就不能用最传统的方式再来画了 最容易走弯路 容易走错路 这是我在前两年吧 我才发现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的老师他从来不会去讲这个事 我是研究了一下历史嘛 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这个理论的 就是有一年我去临摹那个凡高的画 去研究他的笔触 研究他的工具材料 我就反而发现那个凡高呀 莫赖呀 他们的画的底子都是深色底 再加上他们的深色调色盘 这个就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行 我们的画布都是白底的 当然现在有这种深色底的画布买 这种底叫胚布 它叫裸布 有买的 但是我们正常的不会用这种布了 因为太麻烦了 你在制作的时候知道吧 都会用这种成品布 这叫成品布 是不是奇奇怪怪的知识又真脏了 我很少听老师有这么讲过的 我以前我老师也没跟我说过 是我有一年里摹画的时候突然发现的 突然你敢扎线 所以我现在就是会严格要求我的学生 尽量在上色的时候你就用白色调色版 就不要用深色调色版 深色调色版在什么时候用的 在画古典油画的时候用 古典油画的时候用的比较方便 因为古典油画我们会做一个褐色底 你们知道什么是古典油画吗 知道的话挑一 不知道的话挑二 古典油画它本身它的这个底子 就会做一个油画底 油画底就是这个颜色的 所以用画古典油画就是这个 深色调色版是最好的 那我们如果喜欢专业学习 希望专业学习的话 你就准备两个板子 一个是白色的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深色的 木板子的 你看这讲究是不是好细致的 谁会费尽力气给你讲这些 除了我还有谁 要不要好好爱我 哈哈哈 要不要的 笑死了 现在直播行业很发达 然后各种短视频也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很多都是 划重取宠 然后随波足流 或者是 有点投机 有点投机 或者是有点讨好的 你们爱看什么我就给你们看什么 但是这不是个好事 所有的专业校学 应该是什么好的才是对的 或者说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那不对的 那会把你们 就叫捧杀 是不是 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什么 就叫捧杀 会把你们惯坏的 就不行的 对 调色纸会比较方便 你们可以买调色纸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买调色纸 你家里谁还没个调色盘呢 没有个瓷盘子 用个白色瓷盘子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家里谁还没有个盘子的 好喜欢木的质感 能不能咬牙坚持用 可以咬牙坚持用 就是你一旦经过一段时间的 适应就好了 只是说这个适应 会让你比较痛苦 但是你喜欢可以没问题 像我们就用木这条色盘 没有问题的 习惯的就好了 只是说小白马 本来调自己好的不准 完了之后 还要老去反斗的要死 不太好 我觉得让你们开心的 愉悦的去学对的东西 这是个好事 但是不能是让你们开心愉悦的学 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就无所谓 那不行 开心的愉悦的去学对的东西 这是个好的 对吧 那一般来说 你用白色的 你就容易调准 你就愉悦一些 如果你内心就喜欢木的质感 那你也是愉悦的 非得让你反过头来 用白色你不喜欢的东西 那也是错的 对不对 教学嘛 要因材施教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是我尽量找到 比较好一点的方法 对于小白来说 是不是 注意 调色盘是不需要洗的 同学们 我们调色盘 特别特别好清理的 怎么清理啊 我们用一个刮刀 把它这样子刮掉 你看这个饼器干的刮不掉了 这是饼器颜料 刮不掉了 这饼器就没救了 那我们是干嘛的呢 看到没有 刮一刮就好了 如果是白色盘子 刮得干干净净的 我这个 我这个是调色纸 所以纸它多多少少 它会有点稀色 知道吧 它会有点稀色 它刮得没那么干净 如果是调色盘 它是可以刮得干干净净的 刮得特别特别白哈 像我这些盘子都是用来画条 你看比如这个盘子 看到没有 干不干净 这就是用的我来调 我用来画油画的盘子的 它很不干净 你看这旁边都会油画颜料的 它是你颜料一到上面 你看一到上面 擦一擦就很干净的 刮色盘子只不过赤色的 你看这个颜色 它画到这个上面 你刮完之后对吧 你看刮完之后 干嘛 拿这个纸巾啊 微微擦一下 它很光滑超好用的 所以一擦就干净的 不需要洗的 一擦就干净的 看到没有 很干净的 陶瓷盘子 是最好用的东西 没有这么好用的 板子都没这么好用 超级好用 你看这个饼心颜料就已经干了 就没办法操作了 饼心颜料也不对啊 好 接下呢 我们就说一下油 我们会用到松节油 亚麻油跟上光油 这三个油 是我们画画必备的油 好 松节油跟亚麻油 是早期用的 然后上光油 是用的 保护画面的 就比如说 我在画面铺底色的时候 我要用松节油 画到中间的时候 我要用亚麻油 画到后面的时候 要用上光油 为什么这个样子 它是有原因的 好 后面画画的时候 我慢慢教你们 这三个油一定要准备 你看我这个画面干了之后 就可以刷上一层光油 光油它是可以起到 隔绝空气 我在画面刷一层光油 光油它是一种树脂 树脂在我画面结成一层硬硬的膜 这层膜就可以隔绝光跟我的画面 把光线跟我的颜料隔绝起来 它就起到了保护画面 它就不容易受潮 不容易发霉 不容易褪色 懂不懂 所以油画一定要刷光油 好 然后松节油呢 用来铺底色或者起形的 然后亚麻油是用来调色的 你们很多人画油画 刚开始学的时候 就买一个调色油 其实直接用调色油是不对的 要有一个节奏 就是这三个油是分开用的 画面刚开始 画面中间 画面结束 它有三个油的 为什么要这样用 这样子用油 你的画面可以更加的稳定 以后你的油画保存时间就会更长 你的价值就会更高 尤其是如果卖画的话 这个很重要 然后就说一下洗笔 洗笔的话呢 我们一般是要用油壶 把这个稀释剂或者松节油 倒到里面去 然后再用卫生纸去清理 怎么意思呢 你看 这就是一个油壶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漏勺 看到没 这个漏勺就可以确定 我这个油啊 它每次洗的时候能很干净 因为油跟颜料它是会分层的 我每次这个笔 在这里面刷一下之后 它底下它这个颜料 它会沉到底下去 明白明白 它会沉到这个底下去 沉到这个底下去之后 如果没有这个漏啊 我每次洗的时候 我就把底下这些脏颜料 看到没有 就一坨一坨的 看到没有 给它带起来了 你就越搅和这层水 这层油就越浑 越洗越脏 越洗越不干净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滤网 跟它隔绝起来 然后这样子去洗 它才能洗得干净 能不能理解 诶 这样洗它能洗干净 可以立则画桥六 那这个油 它是可以反反复复用的 你用个 用个一两年都没问题的 你怎么清理啊 每次一干了之后 油跟颜料会分层嘛 你把这个干净的那层油倒出来 然后把这个底下的沉淀物清洗一下 就干干净净了 就把它里面用纸巾给它搅一下 干干净净的 这个油是可以重复用的 我们用到的这个东西 它叫做吸湿剂 它是用来专门洗洗笔的 这个叫无味吸湿剂 没有味道的 专门洗笔 反复用不需要用 不需要倒掉 每次用的时候都是用这个 不需要倒掉 不需要倒掉的 每次都会用这个 然后你感觉这个 比底下的沉淀 油壶里面的沉淀物多了 你就拿出来给它清理一下就好了 你看这个护上 看这个纸 我拿这个吸湿剂擦干不干净 干不干净 油画这个事情都真的很好玩的 就只要掌握了方法 学起来是很快的 那饼细就死活不动了 这块饼细就死活不动了 这块饼细就死活不动了 干的太快了反而不好调整的 干的太快了画面不好改的 很干净的吧 我这个油画纸很好用的 也推荐大家买这个油画纸 非常好用 就如果是真的不喜欢洗东西的 你可以买一下 非常好用 好最后就是画笔 这几个画笔呢 我会用尼龙笔 羊毛笔跟猪肉笔 具体是怎么用的 我马上教你们啊 我们就开始实操了 把这些工具材料准备好 然后再把颜料准备好 我们开始实操了 我教你们实操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的话 敲一个一 我们今天教你们一张简单一点的画 然后我们这个画里面呢 它会有几个技巧 有几个技巧 首先是在调色方面 第二个就是在韵饼上面的 画一张小画 今天教你们画一张小画 我要准备一下 好等我一下 今天第一天开课吐个喜庆 我搜你们一支很漂亮的笔 这支笔超级好用 这支笔优化独家的一个笔 来抽个奖 那我们外面谁 我们外面哪个老师有空 过来抽个奖 我要准备一下我的工具材料 你看我这里一堆东西 看到没有 我这一堆东西 我要把它挪走 然后把我的画框摆起来 因为我要画画了 这些东西太爱事了 哪个老师在外面 就请我们哪个老师过来抽个奖 好吧 我送你们一支笔 这个笔特别特别好用的 就是你用了就知道了 你用了就知道了 这个笔为什么好用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这支笔要 要三十块钱吧至少 三十几块钱吧 网上这种笔很难买的 就很少有这种笔 因为做这种笔的成本比较高 然后这种厂家他请愿去做化妆刹 去请愿去做化妆刹 他也不容易做这种笔 因为这种笔不好做 然后成本高 卖的又不是很贵的 好贵啊 还跑了三十几块钱 其他地方就要卖出七十块钱的吧 还好 不是特别贵 是我自己专门定制的 到时候有多好用 你们就知道了 到时候我会教你们用的 来 哪个老师 正觉一点过来帮我抽个奖 我就准备东西去了 没有人吗 对 修改的时候超级好用 那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特别好用的 今天主要是涂个喜庆 这一天上课 然后我现在准备工具材料 就外面一个人都没有吗 我们其他老师们 这么没人气了吗 好伤心啊 咱就这么没人气吗 哈哈 您在店铺看到这个油怕 就是羊毛笔要八九十块钱是吧 对 那有的地方带它贵一点 没有一个人过来拿我自己抽了 抽个奖 怎么抽 你随便想怎么抽就怎么抽 我抽 可以啊 我怎么抽 准备一下工具材料 我怎么抽 哎呀你走吧你走吧 嫌弃你 这地方太太没事了 看一下我们甘堂老师 一个一看就是一个很很踏实的人 看到没有 甘堂老师是我们 是负责我们幼文化的 就是全网运营的老师 一个一看就是个很很老实的人 对不对 待会儿我再抽吧 哎呀 就算了算了 等我等我 等我一下可以吗 我来调一下这个 调一下这个 身背 行不行 等一下我 对 他是用来做运营软的 嗯 看一下哦 看不见哦 看不见哦 这个画面 差不多 对一下胶 对一下胶 那我就来问一个问题吧 就是看你们上课认不认真 第一个回答 第一个回答正确这个问题的同学 就可以拿到这诗笔 来看一下 来问一个问题 我把你们的弹幕发出来了 拉出来了 诱化是哪一年成立的 回答到这个问题 我就把这诗笔送给你们 诱化是哪一年成立的 告诉我 恭喜紫兰针 紫兰针 紫兰针获得了这支笔 恭喜恭喜 其他同学是 网速慢的一步 我这边第一个看到没有 第一个是紫兰针 以我的这为准 因为我肯定看第一个嘛 对吧 去平民面加一下朱丽老师 然后明天就把这支笔记给你 感谢大家都非常认真的在听课 都知道咱是一六年成立的 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这么用心的听课 下一次咱们再抽奖 下一次再抽奖 有机会有机会的 好不好 还有机会的 哎呀 谢谢你们的爱好 我还想着没有人答得对呢 因为我没有太多说 咱们又画了事 我们就说了一两嘴 谢谢你们 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用色 对吧 我要画一个七彩的小风景 画的比较简单一点点 我经常教你们 我们今天说过 行画跟菜画 它有一个问题 颜色会非常的艳丽 太艳丽不好看 是吧 那我们不可以直接 比如说我画一个天空 我就直接用一个这样的蓝色 来画它 这样子非常不好看 对不对 一定要降低饱和度 怎么降低呢 我们降低饱和度 那比如说调色 最简单的技巧 就是可以加白色 降低饱和度 还能提高明度 因为蓝色的天空 你们看好 什么是蓝色的天空 你直接用蓝色的话 这个天空会很暗 那比如说这张画 我给你们看 比如说这张画 如果说它是一个蓝色的天空 你看好 你给它转换成黑白的 它会天空会非常非常 很长的黑 知道吧 你们看什么意思好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天空给它化成蓝的 就是它是蓝色的 然后这个天空转换成黑白的 就假设它是一张素描 就假设我这个彩色的风景 把它转换成素描 是不是这个天空就好黑好黑好黑的 就感觉不像白天 它像晚上 有这种感觉的话 敲一 这就是错误的 知道吧 这是错误的 我们蓝天一般它很蓝 它是蓝的白 蓝的亮 蓝的漂亮的 懂不懂的 懂的话敲一个一 有的时候照片呢 看到的它也是黑黑的 就是很蓝不对 它也显得很黑 所以我们在画天空一定要降低 就是把它的颜色好提的亮一点点 一般通过白色 白色的添加就可以让颜色漂亮一点 看到没有 让颜色亮丽一点点 它不会那么的艳丽 太艳丽肯定是个不对的事情 就百分之百 没有那么正确的 好 然后你们有没有习惯 在画油画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我把这个画面的光调亮一点 让我一下好开个灯 把光调亮一点 你们平常画油画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过一个问题啊 就感觉这个上色特别费劲 尤其是在画布上 你感觉这个颜色这样涂啊粗啊 它老涂不上去 有这种感觉没有 有这种感觉的话敲一个一 平常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是的话敲一个一 哎 你调了调了调了调不上去 对不对呀 调了调了调不上去 这是为什么呢 好 告诉你们 这个问题是因为油画 它首先在上色的时候 它有颜料要多 你这个颜料这么少 它是上不上去的 所以油画颜料 第一个一定要多 所以说一定要多一点点 看到没有 一定要颜料多一点 看到没有 这颜料很多 哎 这颜料很多 看到没有 它才能上上去 颜料一定要多 颜料多的话 它就好上了 就是第一个 颜料多 就是好上的 第二个 油画颜料它很黏 它是非常黏的 看到没有 所以它笔上的颜料是很厚 非常厚 它需要干嘛呢 用力的擦 这个技法就是擦 看一下 给你们写在这个上面 它的技法它用擦 它用擦这个技法 看到没有 用擦这个技法 它才能上上去颜色 叫擦 就是你用力的 听到声音没有 听到声音又没有 就把这个笔根在画面上擦下去 这样擦下去 它才能够上好色 懂不懂 它才能够擦 它才能够上好色 懂不懂 那这两个 这个技法 它都适合 要比擦下去 要比擦下去 它才能够很好的上上颜色 所以它是需要力气的 它一定需要力气 一定需要力气 应该需要力 擦上去 擦上去 颜色才能擦上去 那擦的这个笔法 如果你用到的是 你用到的是这个 柠檬笔 或者狼号笔 或者是猪中笔 它就特别好用 但是羊毛笔 羊毛笔是非常软的 因为它软 所以如果你有羊毛笔 你用羊毛笔来上色 它就很麻烦 因为羊毛笔很软 你看比如说 我在调这个颜色的时候 我就很难调 假设我调一个这个 我调一个这个蓝色 你看我在调的时候 你看没有 它调色的时候 它就很难 很难调到一起 因为它太软了 它调色就很费颜料 调色就很费颜料 它这种羊毛笔 它是很费的 然后你就算是擦 它也难擦上去 它都没有 因为它的笔太软了 知不知道 羊毛笔它太软了 就不好上色 但我们一般来说 上色的时候 大面积上色 或者是铺底色的时候 用 尼龙笔会用的多 羊毛笔相对少一点 可以用 但是相对用的少一点 尼龙笔跟猪中笔 用的多一些 它这个笔上是有讲究的 懂吧 好 那我现在 我就可以用这种擦 用力的擦 加点白色继续 用这种用力擦的笔法 把这个蓝色天空 给它画上去 用力的擦 擦上去 一定要用力 这就是了没有 这个很简单 好 接着呢 我就开始来调一个 用红色加蓝色 我用来调一个紫色 好吧 我再调一个紫色 好 画一个漂亮的紫色 可不可以 继续擦 好像擦上去 颜色 我继续这样擦呀擦呀擦 把这个颜色擦上去 好 很用力的 就是特别特别用力的 把这个饼根 给它压下去 接着呢 我就用了那个红色 用紫红 或者说 就是生红 我来加进去 调出紫色 你看 这紫色好不好看的 很快的 我就可以把这个紫色调进去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这个紫色调进去 你看这个颜色 它就很明显的紫色调 所以调紫色 它简单 你一定要用生红 用生红 或者是用 用生红 或者是用这个 玫瑰红 这个颜色 它才能调出紫色 你看 很明显的紫色 对不对 非常明显的紫色 又是用这种 类似于擦的笔法 我把颜色给它擦上去 好 那这个时候 蓝色天空跟紫色天空 它一定会有一个 衔接的过程 对不对 它一定要衔接 自然舒服 漂亮 对吧 它有一个衔接的过程 你看它有一个衔接 我怎么让这个颜色 衔接 衔接舒服 且漂亮 那也是有方法的 怎么让这个颜色 衔接舒服 更漂亮 我们沾上颜料之后 干嘛 轻轻的 轻一点点 用这种来回左右 轻轻的 这种笔触 就是轻的 这个笔触法 叫什么 叫做揉 就是把这个颜色 来回轻轻的 把它揉到一起 看到没 看到没有 是不是瞬间 蓝色到紫色 它就丝滑了 有没有 有的话 敲一个一 这就是油画的特点 丙细就做不到 丙细做到这个固定很难 因为你画完之后 它就已经干了 它一定要是 等颜色会干的时候 它有这种渐变的效果 简不简单 来回左右轻轻的 这个叫揉 就像做按摩文一样的 这叫揉 你丙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好 免疫它没办法 这么舒服的 把这个颜色上上去 然后显色还这么好 做不到的 好不好用 觉得好用吗 同学们 这个叫揉 那我们就用这两个笔法 就可以快速的 画一个七彩的天空 第一个 要画这个是因为什么 我们要学会调色 是吧 画这个地方的原因 第一个 我们是为了学习调色 第二个呢 就是练两个基本的笔法 一个是擦 一个是揉 但是这种话 其实有点横化的意思 但是我们主要是要学技巧 这个话是典型的 有点横化的意思 我们关键是要学一下技巧 关键是要学一下技巧 你管它横不横化的 你把光源调亮了一点点 好 那我继续 又来练调色 我就用这个红色继续 你看我的红色 马上下了颜色就可以 稍微的漂亮一点点 艳丽一点点 要加白 加白 降低饱和度 白色是用的最多的 我们人们 这样子给你们讲 就很清楚了吧 很清楚 为什么要用这个笔 为什么要用这个笔法 然后它有什么效果 清楚 简不简单 听得懂的吧 我常常说 没有教不会的徒弟 没有教不会的学生 只有教不会的老师 就是你们学不会 那肯定不是因为你们笨 肯定是因为这个课不适合你 或者这个老师讲得不够好 绝对不是因为你们笨 我也是坚持这种想法 在学习 就像我 因为我自己在自学中医 自学那个 就是易经啊 占谱啊 就是玄学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 从来不觉得自己笨 我一直就觉得 这个东西我看不懂 肯定是他讲得不够好 这本书我看不懂 肯定写得不好 我换一本 我换一个老师就好了 这个人他的视频 我看不懂 我再找一个 我绝对不会觉得 自己笨学不了 你们说是不是的 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 这个是在擦 对不对 左右来会把颜色擦上去 用力的 用力的 用力有声音的 听到没有 可以听到声音吗 可不可以听到声音 可不可以听到声音 擦上去吧颜色 对不对 擦上去 好 然后干嘛 来回 都不用洗笔的 你笔上有点盐 没关系的 来回的 来回的这个 就是这样子 揉一揉 它的颜色就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好 那揉完之后 如果说你能换面 仍然不是很理想 比如说颜色渐变感觉 还是不是很理想 羊毛笔 羊毛笔 羊毛笔非常的柔软 看羊毛笔 羊毛笔轻轻的 又左右来回 羊毛笔 笔上没有颜料 左右来回 或者上下 上下来回 这个笔法叫什么 叫扫 就把颜料扫匀一点点 这个是法叫扫 上下左右都可以 这个是叫扫 它是把这个颜色扫得极其的均匀 极其的自然 这个笔法叫扫 就是你笔上是没有颜料的 你笔上是没有颜料的 你可以左右也可以来回 它就会扫出那种 超级超级漂亮的 超级超级小清新的 超级超级粉嫩的天空 这个叫做扫 学会了没有 国画的羊毛笔不行 你国画的羊毛笔 画了油画 你这个笔就废了 你要是用国画那支笔 就一直要用它画油画的 你不能你今天画油画 明天画国画 肯定不行的 绝对不可以这样串着用的 那它又会在我们柔的基础上 让整个天空显得更加的和谐且自然 有没有 同学们 和不和谐自不自然 觉得自然的话调义 但是你要注意记住 这是笔要寄常清理的 因为笔上它们有很多脏颜料的 然后你一定要把笔这样 转啊转啊转 给它清洗干净 让它笔上没有颜料 转啊转啊转 在纸上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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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它笔上没有脏东西 没有脏颜料之后 再这样子去扫 这样它才舒服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的话调义 这才是超级超级舒服 超级超级漂亮的天空了 明不明白同学们 这已经有点横化的感觉了 因为只有横化才会这么五颜六色的 但是我们主要是学这个基础的运笔基法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 教这样的效果 教这样的东西 明不明白同学们 懂不懂的 我讲清楚了没有 我讲得清楚不 好 继续它的这个红色层 然后我们就颜色又漂亮漂亮漂亮 往下走 我可以让它变橙色变黄色 也是可以的啊 继续 这都是在调色了 每一个颜色的宝盒都降低一点 然后让它从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 变成这种彩虹的颜色 那我们就开始往里面 不用加橙色了 我们要用三颜色调 我只用了蓝色 红色 黄色来调色 记住没有 我只用了三颜色调色 你不要来用橙色 不要用橙色 我们用三颜色调色的 同学们 咱们是用三颜色调色的 记住了 我们用的是三颜色调色 像是这种 刚开始不底色 一般来说 油盘里面 可以不用加油 但是你颜色不好推开的话 你可以适当加一点油 加一点点白色 然后又搓 听到声音了吗 同学们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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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颜色擦上去 听到声音没有 把颜色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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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把颜色擦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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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呀揉呀揉上去 对不对 好 这个颜色不均匀 怎么办呢 又可以干嘛 揉 这个笔上有颜料吗 这是 笔上是有颜料的 把颜色给它揉匀一点点 如果揉不匀的话 我就用什么 我就用这个扫的笔法 用羊毛笔给它扫匀一点点 那我们整个天空就有了很舒服的彩色的变化 就各种颜色 感觉七彩的颜色这么渐变 但是它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舒服对不对 好不好看的 就是有一个七彩的天空的感觉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风景 就有点夕阳西下 对吧 有点夕阳西下 这个光内是比较的暖的 有种夕阳西下的感觉 继续往下 颜色好 颜色就偏黄了 橙色调就更少了 颜色偏黄一点点 继续往下 就偏黄了 橙色调就越来越少了 看到没有就是点心的黄色调了 也是加点点白 点心的黄色调了啊 点心的这个颜色就慢慢的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浅了 揉跟擦还有扫的技法随时转换 这不一定是非的说 你第一步必须要用那个颜色 不需要的 你要去感受这个上色的感觉主要是 好颜色这边不自然 好吗 扫一扫 扫一扫很快就自然了 这是我们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扫的话轻一点点好 也要轻一点点 温柔一点点 好 这个天空就变成了一个七彩的天空 画完七彩天空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画几座山 画几座连绵起伏的山脉 这个山脉你爱什么话就怎么画 山脉一般不是黑的 一般颜色它是灰色调 灰色调怎么调啊 灰色调一般是你用什么 比如说我用一个黑色 灰色调好了 颜色比较深 先把它调成黑色加白 然后把画面所有的颜色搅红到一起 它就会成为一个有颜色倾向的灰 是吧 你想让它天空偏橙色调眼 我就加点橙色 想让它天空颜色偏暖一点 我就加点蓝 但是我会加橙色 为什么 更好的去配合 像是显得这个山是夕阳西下的 会加暖色调进来 看到没有 暖色调进来 那山的话它有几层 最远处那一层 颜色是最浅的 山一定是这样子的 最远处这层山的颜色是最浅的 你看是用浅灰色加橙 就暖的浅灰色 是吧 当然你要喜欢蓝的 你可以偏蓝 看你自己 好 然后我就开始画这个山 一定记住 远处那层山 它一定是浅色的 远处那层山一定是浅色的 它的这个山脉的高低 你自己去决定 你喜欢高的 你就画高的 你喜欢低的 你就画低的 看你自己决定 好 山脉的轮回一定要干嘛 一定是这种来回柔 为什么 它这个山脉是很虚的 弱隐弱物的 因为离得很远 你们懂不懂的 它这个山离得很远 离得很远的话 它一定是若有若无 似有似无的 它绝对不能太突兀 绝对不能太明显的 一定要记住 那画完山之后 我就拿这个红色 红日 红日 或者加点白 然后给它画一个太阳 这个太阳就到这里 这样 转个圈 这个太阳超级简单 画一个圈 画半个太阳 一个红日 画到这里 就很漂亮了 是不是 好 山一定是一层一层的 一定要记住 山一定是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然后画完这一层之后 底下那层的颜色 它就越来越重 山的颜色是越来越深的 为什么呀 它离光越来越圆 它是越来越背光的 越是背光吧 它这个颜色就越来越深 你看我就从这个山 我就画到这一层山 它的颜色 我就开始干嘛 我就开始加深一点点了 对不对 加深一点点 颜色就冷一点点 山它的颜色 一定是一层一层的 冷冷的 来回 多一点颜料 适当地加一点油也可以 来回的韵笔 好 画完这层之后 我又可以画再前面一层 是吧 一层一层往前面推吧 一层一层往前面推 它的颜色是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的 这层颜色我感觉有点太深了 这层颜色我感觉提亮一点点 太深了也显得有点突兀 所以我给它适当地提亮一点 你看 连绵起伏 这个山 连绵起伏的 凹凸不平的 也可以画的凹凸不平一点 凹凸不平 连绵起伏的 好 这层山还可以亮一点 我自己慢慢的调整吧 我又不用急着很快的出效果 只要给自己压力 好 然后再给它又加黑一点点 颜色又适当地再加深一点点 然后这里又有一层山 好 这一层山的轮廓 界限也会清晰一点哦 颜色也会明显一点哦 是不是 一层一层的山 也可以是一层一层的沙漠 都行 反正是颜色只要有凹凸雪不变化 有一层一层的效果就可以了 看一下 是不是一个咱们的一个一种很漂亮的小风景就出来了 你看好 远处这个轮廓是很虚化的 远往前面一层 这个轮廓就越清晰一点 然后远往前面一层 它的颜色就越重一些 是不是就比较的容易呢 简单吗 你看网上这种 这种小菜画小行画 真的超简单的 十分钟一张 这种画你十分钟一张 你卖个成本的话 你看你这个框子大概是十万块钱 然后你做画的过程 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你卖个五十块钱自己卖吧 你不说多了 可以加上一些小鸟 加上一些树 什么就可以了 今天我就不加树了 这简单一点 我们这张画 它的要求是什么 本来我是想做加个树的 不加了 这个效果就挺漂亮的 咱们这个作业的要求是什么 来看一下 我们到时候如果想画一些树 我不画树了 我画树的话就用猪中笔点一点 我今天不要去你们画树 咱们这张作业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树咱们暂时就不画 天空饱和度不能太高 然后色系深浅要一字 颜色要渐变自然 山的颜色不能太深 色系什么是一字呢 这个图你给它截个图拍个照 然后给它转换成黑白的 这个图你看 截个图拍个照 你给它转换成黑白的 它的颜色色系深浅是非常一致的 你看哦 它的颜色 你看把它截个图 转换成黑白的 它的天空颜色是不是很一致 是不是的 是的话敲一个六 你不要那时候你画这个天空哈 你就这里颜色深啊 这里颜色浅 颜色深啊 颜色浅 那很不好看的哈 所以深浅颜色要一致 记住了哈 一定要记住 这样子看黑白的 它也很漂亮的 你不要一坨颜色深 一坨颜色浅的 我们颜色渐变自然 深浅颜色尽量一致 让它画一个 而且我们画这三 这红橙 你看我们的 红橙黄 没有绿哈 因为这边没有绿 蓝紫红黄 这些颜色 只用三个颜色调 只用红黄蓝三个颜色调 记住没有 只用三个颜色去调 才能调这种七彩的 才能练到我们的调色能力 去化验这个小画 这个小画主要是让你感受 什么颜色可以加的多 它才好上色 你的力度得多大 颜色才上得上去 是不是 然后你的擦 你的扫的笔法 你要怎么做 它才能衔接自然 这是在让你感受一下颜色的变化 感受一下油画颜料 可以换成其他颜色吗 可以啊 就是练练颜色 但是我建议不要换 因为你要练你调色嘛 三个颜色能调出这么漂亮的颜色 还是有方法的 对不对 蓝的是蓝的 紫的是紫的 红的是红的 橙的是橙的 颜色很漂亮 你如果是换其他的颜色 就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因为我们三颜色就可以调出所有的颜色 我们就是在练我们的调色能力 还有你看这个沙麦 沙麦因为我就是用这种柔的笔法来回应笔 所以它的沙麦就有一层雾的感觉 它很朦胧 它很舒服 有这种感觉吗 有的话超一 它在沙麦又很朦胧 它不会说很实 这个沙麦一定要虚 你不能太实 太实的话它就显得什么 它就会显得特别的特别的丑 沙麦一定要虚化一点 你看我用这个羊毛笔都扫一扫 所以也是为了让它沙麦虚一点点 沙麦要虚化不能太实 才会有那种朦胧的感觉 好 今天的课就上完了 有没有什么不懂的 有不懂的话可以问我 没有不懂的话 敲一个雷 我们下课了 下一次上课是10号 你们这三天去准备一下画材 画材上面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发到群里找老师们 老师他们都会给你们一一解答的 建议你们还是要用专业油画颜料 我不是说我上一期 我才上了一个集训课吗 也是有这么多同学 然后课程上到一半的时候 就有同学后劳毁了 可后悔了 本来是想着说 哎呀用丙系颜料先适应一下 想 然后后面再画 却发现丙系根本画不了 浪费了两个小时时间 因为你听课要两个小时 你揍画也要两个小时 就浪费时间了 他们在想着能凑合 能应会一下 结果就发现群里面同学们 用油画画的效果都可好了 而丙系的画出来 它颜色又脏啊 颜色又厚重啊 颜色固度又不自然啊 它画出来就很痛苦 这就是选人名的教训 我前面 上一周同学们才犯的错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丙系颜料 后面有很多技法 你丙系根本操作不了的 你就只能 就是大眼对小眼的 看着别人画得可好了 然后你做不到 那很难说的 画画一直以后 你喜欢买工具不能将就 对买工具不能将就的 可以卖画材吗 我们又画 我的这些东西 又画都有卖的 只是我一般不会说特别强烈的推荐你们去买 因为你们可能喜欢在网上买比比价啦 买买便宜的啦 就是你们喜欢这样子对比来对比去 所以我不抢求你们买 但是我只能说 又画的话它是有正品保证的 然后我们很多像这种笔啊 都是我们自己品牌出的 它就很好用 你们在网上可能买了一圈 掉毛啦 不好用啦 又回到又坏又来买 也有很多这样的同学 但是我一般不强烈推进 反正好东西自然不用说你们也知道的 你们要想用我的同款的话呢 就去店铺买 然后你们嫌贵的话 就可以去买一些便宜的 但是反正一份加钱一份货啊 你便宜的东西它使用寿命就短 你贵一点的东西呢 使用寿命长 然后就好用 整个画的过程呢 就舒畅一点 就舒服一些 像有一些这种画框 你们在网上买的 它就塌 一画完画 这个底下就是中间就凹进去一个坨 凹进去了 像一个像一个那个盆 像一个盆一凹进去 那框子不行的 那框子扑得太松了 因为扑框子 一样是专门的师傅扑 就是那种好师傅 他扑框子 他给扑得紧 那种新师傅 或者那种小工扑的 他就很松松垮垮的 这框子就不好用 包括笔的话也是有讲究的 那笔的话 它有个笔 它就容易开刹啦 容易起毛啦 什么是开刹呢 你想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画油画 它需要有一些笔法 比如说我要画树 我画树的时候 我就要很直 对不对 我的笔法就用得很直 然后好的笔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你看 我这样左右的沾颜料 你看 我就可以 这个笔它就像刀一样扁平的 看到没有 它没有开刹 看到了吗 这个笔没有开刹 然后我这样子去画直线 就可以画得很直 如果说我要画直线 它就可以画得很直 你看我这个笔刚刚是开刹的 它就通过油画颜料 它可以粘到一起 但是如果是不好的笔的话 油画颜料怎么粘 它也是开刹了 你看我这个尼龙笔 你看我刚刚之前 随便这样子揉 这种揉腻 对吧 你看它就是擦开的 它就是炸毛的 这种情况就是炸毛的 你看它很宽 好 然后因为我想让它扁平一点 我就要这样左右 让它压一压 看到没有 左右压一压 它就回来了 是不是很干净很整洁 发现没有 它这就属于耐用 因为你像是尼龙笔的话 十块钱一只的有 二十块钱一只的有 两块钱一只的尼龙笔也有 它为什么这么贵 就取决于它这个毛 它这个毛一般就是弹性好的 恢复性好 它就什么 什么 什么状况下它都好用 但是如果说不好的 它就一旦炸毛了 它就回不来了 你们明不明白 就一旦炸毛了 它就变硬了 它就回不过来了 它就有一些这种细节 它就没法化 可以理解吗 这就是化财 它的妙用 有的时候你们不懂 就觉得一只笔 是吧 这个地方买二十 那个地方只要两块钱 肯定买这两块钱的 但是两块钱的笔 它顶多能用个二十天 如果说你是二十块钱的笔 它就能用个一年两年 都没问题 然后笔是这样子的 它有手感的 你这个笔用习惯了 你每次换新笔 它不一定好用 咱们笔是新的 没有旧的好 因为新的 你揉腻它 它的这个手感 它的软硬度 你是有感觉的 知不知道 那我们一般就是 如果你是学生去考试 千万不要用新笔 用新笔扩制不了 其实它有手感的 所以一般来说 一套笔 你用久了 又习惯了 就不要轻易换 除非这真的是烂的 我们就换一下 天天又心理不好的 所以现在嘛 经济不景气 很多消费降级 大家都喜欢去买一些便宜点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一份价格一份货 你们自己多对比一下 多看着就行了 我用的东西呢 反正是优化都有的 你们问一句呢 我也就回一句 我也不说不推荐 对吧 我们这么多好的东西 我讲一讲也没问题 好了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今天中奖的 纸蓝针头学 去找群主 助理老师 把你的奖品领到 把你的地址发给他 这个笔有多好用 看这个笔有多好用 一般不给大家轻易展示 你看比如说 我这个天空 这个地方 见面还是有点不自然 这么大一只笔 一笔扫过去就可以了 一笔扫过去就可以了 它这个笔就有这么好用 这是比普通的羊毛笔更好用 看到没有 衔接更自然更舒服了 看到吗 这个衔接 它就会更自然更舒服 它就比普通的羊毛笔更好用 更和谐 更自然 更精彩 更漂亮 就是这个笔的妙用 随便扫 随便扫 哇 有没有发现 哇 是这个笔的妙用 你一般是有这个笔 你肯定不会用这个笔 知道吧 你有这个大笔 你肯定不会用这个小笔 因为大笔是最好用的 它笔头是一个圆形 但是这个笔啊 只能这样我给你教你哈 它是有使用方法的 这个笔 你在用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拔它啊 这笔头就会拔出来的 不能这样拔它的 你看这个一拔它就拔出来了 看到没有这个笔头 因为我这支笔 我之前就要把我拔它 拔出来了 它一件事要干嘛 它只能这样清理 就只能这样转转 不能拔的 你拔肯定能拔出来的 它只能是这样子清理的 就这样子清理 明白明白 这支笔你就一定要温柔地对待它 明白 这支笔它就非常容易烂 因为这种笔形 它必须是这个捆式的方法 才能够做出来 因为它有这么大 所以那种 你们如果是买化妆刷 化妆刷不可以的 化妆刷它这个里面没有打胶水的 它就很容易掉出来 像我们这个都是很用力的捆了一下 但是你天天这样拔它 拔它拔它 就容易拔烂的 因为我一开始我也没那么注意 就老是喜欢这样子 像这样子去 这样子去清理 这样子 这样子去清理 然后就把它清理 这个头掉出来 看到没有 就清理的掉出来了 所以这是不对的 它一件事这样打转转的清理 然后这支笔 这支笔好用 但是它麻烦 因为这支笔每次用完 你都得用洗洁精 去清理 去洗干净 为什么 我们全靠它这个盆松的毛 去达到虚化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它没有清理 它这个笔尖看到没有 就是它会黏到一起 你看你看我这支笔就废了 这支笔就废了 看到没有 它这个笔尖 它印到一起 黏黏的 印到一起 看到没有 它就变硬了 这个变硬了之后 它就没办法操作了 所以这支笔 每次用完 每次用松 就是用这个吸湿器 把这个笔头 轻轻的清理完之后 还得用那个洗花水 或者洗洁精 或者肥皂水 给它把这个多余的油清理干净 然后给它晾干 所以这支笔不轻易使用 这支笔一般是在古典油画的时候用 古典油画的时候又是最多的 为什么古典油画那么漂亮 就是因为一定要用这支笔 但是我们平常做话就不要用 平常做话用普通羊毛笔 普通羊毛笔就可以代替 所以这支笔的话 你用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方法 没有使用对的话 这个笔的寿命就很短 使用得好的话 它可以用一辈子的 明白明白指南针 这支笔一定要注意也好 它一定要用 越是金贵的 越是好的东西 越是要拿包样 所以我一般不推荐大家 买很贵的很好的东西 为什么要 要物美价廉才好 价格又不是很贵 你又可以随便造它 对吧 你一旦一直有个一两百块减完蛋 你就舍不得用了 就要很金贵 这种笔就很金贵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使用方法 好了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下课 你们要学素描吗 建议学一下 因为你们这一期 大多数都是零基础吧 下一节课 我上课之前做一个调查 如果是零基础多的话 我就给你们多教一些素描知识 如果零基础少的话 我就直接上色彩知识 看你们的情况 好不好 好不好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要上到这个 两个半小时过去了 今天的作业就是这张小画 这个小画主要是练你们的 练你们的蕴笔 练你们的这个颜料 调色什么的 主要是练这个 一定要健便自然 能做到这一步 你就成功了一半了 下一节课我们去教难一点点的 就开始要学造型了 要学进步了 有没有想要问我的 要问我的话 问出来 没有想要问的话 敲一个六 我们就要下课了 下期课不见不散 能够坚持听客戎同学 都要给你们点个赞 你们都是最优秀 最厉害的 最棒的赞 你是最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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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脏吗 破解 孙广明 你觉得酷脏吗 愿意 然后有些东西 有点听不懂 是吧 有些东西 就比较复杂了 甚至有些东西 还非得说 你说大家不对 就是有点讨仙 比如说 你们之前 喜欢的这些话 我告诉你 这个话不好 这个话很难看 这个话得很丑 就有点 有点攻击人格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这个话虽然不好听 我还是要说 因为这种东西 话多了 人都会画傻的 他不动脑子 画这种话不动脑子 你画一百棵树 也是一百棵树的样子 画一百棵树 就是一棵树的样子 应该是这么说 然后你动脑子的话 你画一百棵树 一百棵树都不一样 是吧 所以还是要说一说的 还是要讲一讲的 虽然说不是那么 讨人喜欢 很好了是吧 你们喜欢就行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上个这些 下一些课 不经不散 把材料都准备好 你们材料准备好了 我就放心 大量的教你们学 关于基础不扎实 这个事情的话 我尽量协调 因为你们很多同学 都是没基础的 所以我在课程安排上面 在课程设计上面 我就可以多讲一些基础知识 没问题的 我都可以协调的 因为毕竟咱这个课基础都不一样是吧 它不像咱们专业课基础都好一点 那我就讲的节奏快一些 像我这个课的话 我就讲的挺 我觉得已经挺简单了 就已经把一个东西拆开了 柔式的讲了 讲的很 很细致了 我平常上专业课 不会讲这么细致的 因为专业课的同学 他们都有一些了解了 他都有一些功底了 你一句话就可以带过去的事情 时间上就会节约一点点嘛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拜拜 下课了 再见 晚安 早点休息 这几天把工具准备好 陆陆续续完成作业 就把作业上传到咱们的群里面 咱这个作业要求 刚刚给大家讲过了 然后我们的作业指导时间是截止到 截止到1月 1月 1月26号 应该不是14号 写错了 截止到1月24号 到时候作业发到群里 小端老师每天会给大家看作业 一般是会在下午看 因为上午的话 还有有后半的作业要看 然后我们的这个 录播的观看权限 是2月6号截止 到时候我们学习群会解散 你们不想解散的话 就可以加一下助理老师 然后归到一个总群里面 这个事情知道的吧 因为我们群很多的 我们现在一个群是放了200个人 因为要给你们看作业 人太多的话 看那个作业老是被顶上去 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控制了一下人数 一个群是200个人 到时候等节课了 我们就会捅到一个群里面去 所以有一些群就会解散 都会捅到一群去 二群三群四群 我们会把它解散 把它全部放到一群 一群的话一个群可以带5个人 如果你们想加到一群的话 到时候就联系助理老师 解课的时候再加到一群去 知道了不 知道了话敲一个6 一共是有 一共是有 有8节课 有开学典礼 然后有5张画 加上开学典礼这张画 有6张画 然后有两个作业值的导课 没什么不等的 我还敲溜好 下课了 晚安 再见 休息了休息了 大家早点休息 晚安 我把录播关一下 很开心 很高兴 认识大家好 接下来就要陪伴大家 在那一个月的时间 希望我们能够 共同进步 教学相长 走了 拜拜 拜拜